第645章 杀人狂魔 不存在的 你们听说了吗 有个城防军小队长 在自家门口被人砍死了 谁啊 胆子这么大 连城防军都敢杀 我刚才路过了凶案现场 那城防军死相极惨 被人千刀万剐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甚得慌 有多惨 别 别说 我害怕 大家还是快点动身吧 早去早回 最近城里不太平 海商城的城门口附近 有四五个居民结伴出城砍柴 他们的谈话声 刚好传入了南风的耳中 有个城防军小队长死了 死相极惨 千刀万剐 该不会是削落干的吧 南风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这个想法 他想到了龙无敌的话 最近一个月内 陨日帝国有大量强者陨落 他们都是被人千刀万剐而死 而这名城防军的死法 和那些强者一模一样 很难不让人怀疑到削落 但南风也不能确定 还是要去现场看看才知道 他往那几名居民来时的路走去 很快就找到了案发现场 茶街 这条小小的街道 此时聚集了不少人 哪怕是在这种大雪纷飞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 依然有不少居民 从被窝里钻出来看热闹 他们人手提着一个灯笼 对着地上的肉泥窃窃私语 言语中还带有一些些的惊恐 让一让 让一让 城防军来了 南风喊了两声 挡在他前面的居民 立马给南风让开了一条道 南风也是终于看清了现场的惨状 这个城防军 就是之前捅伤八嫂的那个小队长 王肯 他死得很惨 他的脑袋被砍了下来 切口光滑平整 仿佛是激光切割一般 而这颗脑袋 端端正正地放在他家门口 双眼瞪得老大 哪怕已经死去多时了 南风依旧能从他的眼神中 看见那遮掩不住的恐惧 南风可以想象那种画面 一个黑衣人 发出圣人的笑声 一刀斩下了城防军的头 并将这颗脑袋放在家门口 人被砍头后 意识还会存留很短的一段时间 或许是一秒 或许是零点五秒 或许是更短的时间 但就是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黑衣人快刀乱麻 将城防军的身体千刀万剐 剁成了肉泥 这名城防军 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砍成肉泥的 南风妈了 之前 他以为肖若阻止自己 是为了救这个人渣 但现在他知道了 肖若不是想救王肯 他只是 不想让王肯死得那么简单 他真的疯了 南风呢喃道 杀人和虐杀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南风也想杀了王肯这个人渣 但他只是 想一招秒了 并没有虐杀的打算 如此残忍的手段 肖若这是将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了呀 等等 这好像也不算是虐杀 南风暗道 肖若先是一刀斩首 结束了王肯的生命之后 再千刀万剐的 理论上来说 王肯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 走得也很痛快 这能算得上身虐杀吗 好像也不太能算 不过 既然王肯已经死了 肖若为什么还要 将其千刀万剐呢 这种行为很奇怪呀 为了解分 还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快感 南风思索了片刻 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应该是肖若 黑话版 想要千刀万剐王肯 让其非常痛苦地死去 来满足自身内心中的快感 可是肖若并不想这么做 但很明显 肖若本体的意志 已经无法完全掌控 这个黑话的分身了 他只能短暂地 抢夺黑话版的控制权 抢先一步 将王肯斩首 让他少受点痛苦 这个理由 倒是勉强能解释的 通现在的情况 这么看来 肖若也在很努力地 抑制着他的分身啊 南风呢喃道 看向王肯的屋子 屋里还亮着烛光 南风大步走了进去 想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可以帮助他找到肖若 推开房门 南风一眼就看见 有个女人软绵绵地 躺在地上 大姐 这里不让睡觉 南风走上前 用脚尖轻轻踢了踢 女人的胳膊 女人一动不动 仿佛死了一般 但南风还能很清楚地 听见她的呼吸声 这说明 女人并没有死 只是昏睡了过去 腹部有伤口 南风看向女人的腹部 那里有一处 很明显的刀伤 但这伤口 现在已经愈合了 并没有继续流血 肖若砍这个女人干嘛 难道这大姐 也是个人渣 南风微微皱眉 而且捅都捅了 干嘛又给她疗伤 真是矛盾啊 南风摇摇头 不明白肖若脑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房间里没什么线索 想来肖若 也不会留下什么线索 南风随便看了看 就准备从窗户翻出去 离开这里 但她听见了 屋外那些居民的低语声 我们周围竟然有个杀人魔 这真是太可怕了 唉 真是个魔头啊 连城防军都敢杀 王肯队长多好一个人啊 经常给我女儿送水果吃 晚上还会抽时间 来教我女儿认字 对啊 隔壁街的林寡妇 也是多亏了她的阶级 才能独自养活她那三个孩子 这么好的人 却死得这么惨 老天爷你看看眼吧 那杀人狂魔真是畜生 我诅咒她吃饭 被淹死 喝水被枪死 听见这些话 南风皱起了眉头 王肯这个人渣 表面功夫做得还挺好啊 街坊邻居都觉得 她是好人来着 花王肯也就算了 你们竟然还诅咒骁弱 说她是杀人狂魔 这群糟糕的家伙 真是不识好歹啊 南风冷笑一声 大步走出房间 各位乡亲们注意了 都看过来 南风高声说道 这人谁啊 嘘 小声点 这是城防军 他是城防军 怎么没穿制服 居民们低声议论 目光都看向了南风 南风见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转过来了 陈生说道 本人海商城城防军副统领 经过短暂的调查 已经查明了真相 这件事的真相就是 城防军王肯家暴他的发妻 还捅了他妻子一刀 这一幕 刚好被路过的好心强者看见 在阻止王肯的过程中 双方发生冲突 强者不小心杀死了王肯 所以 海商城里并没有什么杀人狂魔 只有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心人 第646章 就连我们也不知道老大在哪里 对于南风的说辞 围观的人们面露疑惑并不是很相信 在他们心里 王肯是一个疼爱老婆的好男人 怎么可能会加暴老婆呢 他们对南风的说法表示质疑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胡说八道 南风特意将房间里的昏睡不醒的女人 给扛了出来 乡亲们 想必你们都认识这个女人吧 南风说道 这 这不是王嫂吗 我看见王嫂还在呼吸 她没有死 太好了 真是老天爷开眼啊 南风指着王嫂腹部上的伤口 沉声道 各位乡亲 你们好好看一下王嫂身上的伤口 我当了28年成方军 杀敌无数 受伤无数 一路坐上了副统领的位置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刀伤 和王肯的配刀完全吻合 肯定是王肯捅的 围观群众闻言 皆是震惊 什么 王肯小队长真的家暴了王嫂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刀伤 确实是王肯的配刀捅出来的 这位成方军的副统领大人 说的都是真的 大人果然明察秋毫 没想到王肯竟然是这种人 其实这些平民 哪里懂什么刀伤 在他们眼里 刀伤剑伤都是一样的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 通过伤口分辨出凶器 但南风一直在强调 自己是城防军副统领 他们这些平民 哪里敢否定副统领说的话 那不是想死吗 南风扫尸了一圈 转变口风的围观群众 满意地点了点头 所以说 我们海商城 根本没有什么 围观群众 没有杀人狂魔 南风 那我们海商城有什么 围观群众 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南风 很好 南风将王嫂扛在肩上 沉声道 我要先带王嫂去治疗 麻烦乡亲们看好现场 不要让别人破坏了 我麾下的城防军小队 很快就会赶来处理 说吧 南风几个闪身 就离开了茶街 不走不行了 南风已经从战术而击 听见了有一支城防军小队 正在往这边赶来 这要是被他们堵住 岂不是很尴尬 茶街 往肯家门口 围观群众们 还在议论纷纷 刚才那副统领是谁 我好像没在城里见过呀 你什么身份 能见得到副统领这个级别的人吗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他身上破破烂烂的 也没穿制服 不像是城防军啊 有什么好奇怪的 有可能他在执行任务 再说了 哪有人这么大胆 敢冒充城防军 大家快让一让 城防军小队来了 一支城防军小队 从街角大步赶来 滚开 全都滚开 别在这里碍事 小队长对着围观群众大喝道 等他穿过人群 看见王肯的尸体后 不禁瞳孔一缩 死得这么惨 这家伙是得罪谁了 他看向周围的平民 冷声问道 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吗 围观群众面面相去 其中有一人壮着胆子说道 没有凶手 只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城防军吗 南风将王嫂扛回了八哥的小院 院子里 乌原生和徐明正在堆选人 他们见南风扛了一个女人回来 顿时惊了 男神 你这是 出门抢抢民女去了 让我看看 这妞儿长什么样 不是 这也不如悠然昧止啊 男神 我看 你是真的饿了 南风摆摆手 滚一边去 帮我把小奶妈叫过来 把这女人弄醒 这女人肯定见过肖落 南风想看看 能不能从她嘴里 得到一些情报 苏一涵很快就传送了过来 丢了一个治疗术之后 又立马离开 一秒都没多留 王嫂悠悠醒来 她一睁眼 就看见南风 徐明 乌原生 这三个大汉正盯着她看 啊 你们 王嫂下得赶紧抱住自己 一脸惊恐 南风沉声道 我问什么 你就答什么 不然我一刀捅死你 明白 一刀捅死我 王嫂瞬间想到了 那个黑衣人 眼神中的惊恐之色 更甚几分 半个小时后 王嫂提着一个灯笼 惊慌失措地 从八个小院跑了出去 庆幸自己的保住了一条小命 南风看着她的背影 开口道 这女人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借助王肯的职务便利 欺压百姓 收受贿赂 还帮王肯调戏名女打掩护 不过这些事情 终究罪不至死 萧落只是捅了她一刀 很合理 从这也能看出来 萧落并没有完全黑化 她还是有底线的 这个结论 让南风轻松了不少 说实话 她有点害怕 萧落变成那种滥杀无辜 纯粹为了杀戮而杀戮的人 那样的话 南风都不知道该怎么救她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乌原声问道 洛哥神出鬼没的 想找到她 没那么容易 徐明则是左右看了看 低声道 我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说不定洛哥的某一个分身 就在这附近 嘘 南风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不要声张 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即可 徐明和乌原声点点头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南风则是站在院中 光明正大的拿出传送阵 不知道传送到了哪里去 几百米外 一座五层的高楼上 一个黑衣人站在那里 冷漠地看着八个小院中发生的一切 在这个黑衣人的身旁 还蹲着另一个黑衣人 站着的黑衣人一脸冷酷 仿佛是个冰山总裁 蹲着的黑衣人憨憨傻傻 高兴地捏着雪人 时不时会抬起头 看一眼院中的情况 哎 冷酷 他们都不见了 憨憨的黑衣人突然开口道 嗯 冷酷的黑衣人 嗚了一声算作回应 冷酷 你说 他们能找到老大吗 憨憨的黑衣人又问道 不能 冷酷的黑衣人冷冷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 就连我们 也不知道老大在哪里 说吧 冷酷的黑衣人戴上黑色兜帽 从五楼跳下去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大雪还在不停地下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一架侦察机 趁着夜色飞上了天空 静静地俯视着下方海商城 第647章 城市之光 时间过得飞快 最近这几天 海商城内暗流涌动 并不平静 五天前 城防军的一名小队长 王肯 于家中暴毙 死相极惨 四天前 王肯手下的九名城防军战士 同时死于家中 且死相和王肯一模一样 哪怕居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 这件事 依然在城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竟然有人敢入室杀人 谁不怕 一时间 海商城的居民们人人自危 纷纷锁死自家房门 生怕那杀人狂魔盯上自己 但即便如此 那杀人狂魔依然在不断地杀人 三天前 城东赵府的家主 被人扒光了 吊在树上 活活抽了两百多边 皮开肉炸而死 随后 有人从赵家的密室里 救出了二十多名花季少女 他们全都是被赵家家主以不正当手段 坑蒙拐骗而来 两天前 城北徐家的二公子 被人挑断了手筋脚筋 丢到城外 被凶兽活活咬死 随后 就有知情人士爆料出 徐家二公子 是人命如草剑 他经常会在街上 抓走一些没有背景 没有势力的精壮男子 让他们和凶兽肉搏 直到被凶兽杀死为止 一天前 承熙一个专业的产婆 被开塘破肚而死 海商城的居民们 暂时还不清楚 那个杀人狂魔 为什么要杀一个小小的产婆 八个小院 角落的房间里 审判将自己刚打听到的情报 说了出来 这个产婆 实际上是个人贩子 他经常用死因 掉包那些刚出生的孩子 再将偷来的孩子卖掉 南风了然般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他会被开膛破肚 吴原声开口 从这几天的事情来看 洛哥现在是专挑恶人杀 恶人自有恶人魔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徐明摸着下巴上的胡渣 南南道 你们有没有觉得 洛哥这种行为 有点像是城市之光 你别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南风点头道 他还真在向着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在发展啊 果然 我南某人从不骗人 既然海商城的官府毫无作为 那他削弱就代替官府 代替律法 好好惩治那些最大恶极的人 不过削弱如此高调的形势 自然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赵家 徐家纷纷向城防军施压 要求早日抓到凶手 还海商城一个朗朗乾坤 所以 最近这几天 城内巡逻的城防军 翻了好几倍 但这些若鸡城防军 自然是不可能抓住肖弱的 不管他们怎么巡逻 也只是屠楼 海商城的高层也是搞笑 就指望这群城防军去找到洛哥 吴元生笑道 城内不是有好几个四十级以上的强者吗 他们怎么都不出手 徐明撇别嘴 他们出手就有用吗 我们都找不到 难不成其他人还能找得到 哎 你们找不到肖弱 可不要带上我 我能找到 南风摆了摆手 和徐明划清界限 显得自己有用一些 徐明一愣 啊 你已经找到洛哥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南风开口 找到是找到了 但找到都只是些分身 不过 我正在通过这些分身的活动范围 来确定削弱的位置 应该很快就能抓住他 这五天时间 天空中的侦察机 巡视着全城 每时每刻都在给南风提供视野 城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几乎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 事实上 南风已经找到十六个不同的分身了 但让南风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分身都在各干各的 似乎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一般 黑化版在到处杀人 冷静版坐在一个没有客人的茶馆 天天喝着茶水 叼着木雕 憨憨版迷恋上了堆雪人 他从街头堆到街尾 堆得唯妙唯笑 吓坏了好多路人 热情版天天出城帮别人砍柴 偶尔还猎杀几只凶兽 将食物送给贫穷人家 还有 LAP版 冷酷版 专注版 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仿佛每一个分身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 这种情况 让南风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些分身正在做的事情 是萧落让他们做的吗 如果是 那萧落想干嘛 如果不是 那萧落在干嘛 真是令人费解啊 南风挠头 表示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情 南风从来不会消耗脑细胞去多想 他只知道 既然萧落放出了所有的分身 那就必然有他的目的 而南风只需要继续暗中观察 监视全城 迟早有一天能把萧落给揪出来 至于之前制定的 逮捕萧落 计划 已经被南风给全部否决了 逮捕萧落1.0 计划 是让南风直接上门 去挑战海商城那位45级强者 南风是打不过45级强者的 萧落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南风被打死 所以 他肯定会现身 只要等他一现身 躲在暗处的小男就会出手 在逮捕萧落的同时 解决掉那位45级的强者 当然 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南风否决了 因为他害怕自己被45级强者一招秒杀 到时候萧落没找到 还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 多亏啊 逮捕萧落2.0 计划 是让南风伪装成帝尊的样子 空降海商城 将萧落下退 只要萧落离开海商城 去到野外 那带不起来就方便多了 但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实施 黑化版的萧落就已经化身城市之光 到处乱杀 南风很怕萧落 黑化版 见到帝尊的第一反应 不是逃跑 而是冲上来砍两刀 那就搞笑了 于是 2.0版本的计划 也被南风给一票否决 苏泽然还连夜制定了3.0和4.0两个版本的计划 分别是伪装成胡老 以及伪装成采花大盗 引出萧落 但这两个计划 大概率只能引来黑化版的萧落 意义不大 还容易打草惊蛇 最终 南风还是决定暗中观察 等待着萧落自己出现 又是两天过去 城内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 但杀人狂魔在民众之中的口碑 却是慢慢好起来了 居民们慢慢地发现 城内能有一个替天行道 城间除恶的杀人狂魔 似乎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呸 什么杀人狂魔 那明明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第648章 我他妈跟你拼了 晚饭时间 南风闻到一股肉香味 他顺着香味来到厨房 发现八哥正在狂撒调料 爆炒狼肉 这狼肉 是南风前几天猎杀的那只 草原狼 的肉 他当时顺手收进了背包里 昨天听八哥说 这狼肉嚼劲十足 味道极佳 南风就把 草原狼 尸体 丢给了八哥 现在 闻到这股香味 南风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八哥并没有发现 窗外偷看的南风 他在爆炒狼肉的同时 还在飞快地切着配菜 偶尔还要去看一眼 旁边煲的老母鸡汤好了没有 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厨房的墙上 还挂着一面 紫禁 八哥在做菜的同时 还在观看直播 南风好奇地看了一眼 紫禁 中的内容 紫禁 里黑乎乎的 但还是隐约能看见 有一个穿着厚实的金状男子 正拿着一把锄头 在地里猛挖 这是在干嘛 大雪天中地 南风暗道 那金状男子又挖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了一声脆响 似乎是挖到了什么东西 他赶紧弯下腰 一顿猛袍 从地里挖出来一个陶瓷罐子 挖到了 我挖到了 这铲脯的院子里 果然有东西 金状男人抱着陶罐 兴奋地走到镜头前 让我们来看看 这陶罐里 到底有些神 Oh you 金状男人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了陶罐 随后 他立马就被罐中传出来的恶臭气息 给熏得呕吐不止 南风眼神一凝 在直播开罐的瞬间 南风就看清了陶罐中的东西 那是一个死鹰 这个死鹰 应该刚死不久 还算完整 但那腐烂的身体 依然让人感到恶心 干 吓我一跳 做饭的八哥 也吓得一个机灵 差点切到自己的手 子敬 钟 金状男子呕吐了好久 才缓过神来 重新出现在画面之中 有些新来的观众 可能还不知道 主播在干什么 但海上城的观众们 应该都知道 前几天有个铲婆被人杀害 有传闻说 那铲婆是个人贩子 经常用死鹰替换活鹰 在将偷来的鹰儿卖掉 为了证实这个传闻 我特意来到了铲婆的住处 并于两分钟前 在她的院子里 挖出了一个装了死鹰的陶罐 这样的陶罐 还不止一个 那铲婆 真的是一个杀千刀的人贩子 她确实该死 黑衣大侠没有杀错人 金状男子越说越激动 连带着正在做饭的八哥 都跟着激动了起来 拿着菜刀手舞足蹈的大骂 马德 当年小翠生娃的时候 我还想着 让这铲婆来给接生了 幸好她那天没空 这铲婆的心 怎么这个坏啊 多亏了黑衣大侠 替我们成奸除恶 否则还不知道 有多少孩子 会惨遭毒手 八哥说着说着 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然后伸手握住 紫静将体内的 寥寥无几的魔力输送进去 多谢张老八送来的五十点魔力 谢谢老板 老板大切 金状男子 对着镜头拱了拱手 朋友们 有支持主播的 有支持黑衣大侠的 请给主播刷点礼物 主播明天就偷偷 前进城北徐家 给大家揭露徐家的真面目 八哥文言 不禁拍手叫好起来 又给主播送了五十点魔力 好 就是要将这些草菅人命的家伙 全都曝光出来 还海上成一个朗朗乾坤 要是那个梯天行道的黑衣大侠 能早点来海上成就好了 咦 等等 黑衣大侠出现的时间 好像和住在 我家的那几位大人一样 难不成 八哥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难道我家院子里住的那几位 其中就有黑衣大侠 卧槽 那只是碉堡了 在窗外偷看许久的南风 悄眯眯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将刚才的所见所闻 说给了徐明等人听 徐明 那个黑话板的洛哥 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越来越好了 张老八都成了他的粉丝 审判 何止是张老八 我这几天在街上跑酷 听得多 见得也多 大部分的老百姓 现在都是洛哥的粉丝 吴元生 这很正常 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根本没把底层百姓当人看 百姓积怨已久 现在洛哥帮他们杀掉了坏人 他们自然会支持洛哥 徐明摸着下巴上的胡渣 开口道 但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洛哥在挑衅整个海上城的权贵 城内的强者 恐怕真的要出手了 出手就出手呗 现在能杀萧落的人可不多 再说了 我们不是还在这里吗 南风缓缓开口 而且 我怀疑萧落就是想逼那群强者出手 特别是那位45级的强者 海商城有一位45级的强者 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这位45级的强者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过面了 就连监视了全城好几天的南风 也没有发现他的丝毫踪迹 不知道他在哪里 萧落或许就是想用这种办法 逼他出来一战 几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南风突然脸色微变 怎么了男神 有情况 乌原生察言观色 开口问道 南风轻轻点头 有人想对萧落的分身出手 我们过去看看 承袭一个小巷里 萧落 憨憨版 正在自顾自地堆着雪人 一脸认真 在他旁边 还有17个已经堆好的雪人 这些雪人的动作各不相同 若是有蓝星人在场 就会发现 这些雪人正好对应着18罗汉 现在 只差最后一个 萧落 憨憨版 的18雪人就要完成了 什么是艺术 这就是艺术 我这18雪人 比冷静雕刻的奥特佛主 艺术成分要高得多 嘿嘿 他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发出憨笑声 就在这时 一柄飞刀从暗处急速飞来 飞刀一连戳爆了三个雪人 然后直直地射向萧落 憨憨版 的眼睛 定 萧落 憨憨版 抽出七星雷鸣 灵力一展 便将飞刀击落在地 呵 黑衣大侠 实力挺一般的 黑暗之中 一个讥讽的声音传来 萧落 憨憨版 低着头 浑身颤抖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怎么 听见我的声音就害怕了 真示弱呀 一个人影从暗处走来 不懈地看着萧落的这个分身 可他不知道 其实萧落 憨憨版 并不怕他 准确地说 萧落 憨憨版 谁都不怕 他之所以会浑身颤抖 是被气抖了 你为什么要 弄坏他们 这些雪人 可是他辛辛苦苦堆了一天才堆出来的 萧落 憨憨版 怒气冲冲 大步冲了出去 啊 你个坏人 我他妈跟你拼了 第六百四十九章 等那道熟悉的刀光 萧落 憨憨版 虽然看起来憨憨傻傻的 但他的实力并不比其他分身弱 甚至因为他太憨 不知道害怕 打起架来比一般分身还要猛一些 因为他一上来就要跟你拼命 你为什么要弄坏我的雪人 萧落 憨憨版 快速靠近 轰隆咚 雷声响起 许久没有打雷的天空 突然之间电闪雷鸣 萧落 憨憨版 怒吼着 抬手一刀斩下 雷电顺着他的心意从天而降 连绵不绝 尽数批像是飞刀的偷袭者 你 偷袭者脸色大变 我只是不小心弄坏了几个雪人而已 你有必要一上来就开大招吗 还完全没有留守 这是要直接置我于死地啊 我闪 偷袭者不敢硬抗着闪电 连忙往后退去 萧落 憨憨版 则是迈开大步 狂追上去 一点放他离开的意思都没有 我他妈跟你拼了 啊 刷 锈 动 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又是三个强者出现在这条小巷 其中一人对着天空挥了挥手 将漫天的乌云驱散 连带着雷电都不见了 还有一人往萧落 憨憨版 脚下丢了几颗种子 这些种子瞬间发芽长大 变成无比坚固的藤蔓 将萧落 憨憨版 缠得严严实实 最后一人凌空抽了萧落 憨憨版 一巴掌 将其抽翻在雪地之中 哼 雷声大雨点小 我还以为你多有实力呢 使飞刀的强者冷笑一声 抬手甩出三把飞刀 从藤蔓间的缝隙 扎进萧落 憨憨版 的身体里 点点魔力飘散 但却并没有鲜血流出 不过 在这漆黑的环境下 这几个强者 也没能发现这点异常 嗯 萧落 憨憨版 痛苦地闷哼一声 想要大叫 却叫不出来 因为他的嘴 也被坚韧的藤蔓给缠住了 他就是黑衣大侠吗 看起来智商不高啊 哼 不会有错的 我昨天用秘法 在死去的徐二公子眼中 见过黑衣大侠的样子 就是他 那我们这算是 任务完成了 我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呢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解决 早知道交给你们就好了 我都懒得来 这几个强者 从四面八方走来 将萧落 憨憨版 围住 像是打量猴子一般 打量着他 在他们看来 这黑衣大侠 比想象中要弱得多 只是空有其名罢了 现在怎么办 带活的回去 还是直接杀了 踢头回去 是飞刀的强者问道 杀了吧 免得夜长梦多 擅长玩植物的强者 用魔力催动着藤蔓 准备将削落 憨憨版 活活勒死 哗啦 突然 一只电光闪烁的箭矢 划破夜空 急射而来 闪开 有人偷袭 四名强者 刺散而开 目光直挺挺地 看向箭矢射来之处 乌原生 站在两宫里外的房顶上 一手持弓 一手凝聚箭矢 又射出一只 暴炎之箭 哼 我就知道 黑衣大侠有帮手 大家一起出手 将它们一网打进 秀秀秀秀 数十把飞刀破空而去 只取乌原生手机 乌原生丝毫没有闪避的打算 依旧在弯弓搭箭 不断地射出各种元素箭矢 哼 炸我身后 一面巨大的盾牌 出现在乌原生身前 将袭来的攻击 全部挡下 虽然乌原生和徐明两人 都只有四十级 但他们俩一攻一守 配合默契 还是很能打的 轰隆 一朵巨型石人花 从地下钻了出来 掀翻了乌原生 所站立的屋顶 这石人花张开大嘴 一口下去 就要将乌原生和徐明 吞入肚中 秀 凌冽的破空声响起 一记刀光从天而降 将石人花披成两半 萧落 冷裤板 满脸冰冷 出现在众人面前 谁允许你们动憨憨的 他身影一闪 已是来到了萧落 憨憨板 身边 挥手便将那坚韧的藤蔓斩断 海商城的强者 皆是一惊 两个黑衣大侠 不 不对 后面来的这个 才是真的黑衣大侠 怪不得 我就觉得前面那个有点蠢 他们讨论了几句 又一次包围了上来 看来 今晚他们不抓住黑衣大侠 是不会停手的了 乌原生换了一个房顶爬上去 沉声道 洛哥快走 他们还有很多帮手躲在暗处 萧落 冷裤板 微微点头 正欲后退 身旁的萧落 憨憨板 就再一次冲了上去 啊 你们这群坏人 我他妈跟你拼了 乌原生 此时此刻 乌原生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 大傻春 你要干什么 使飞刀的强者 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我以为他是装的 没想到他是真的 动手 把这两个黑衣大侠全杀了 漆黑的环境里 刷刷刷的又冒出了好几个强者 大部分强者都直冲两个分身而去 还有少量强者 则是杀向了徐明和乌原生 顿机 徐明大顿一挥 将一个靠近的强者击飞出去 他沉声道 老欧 他们人太多了 打不过 乌原生一秒射出十几箭 那洛哥怎么办 就两个分身 死了还能复活的 你管他们干嘛 说着 徐明从楼顶跳下 顶着大盾往前冲去 跟上我 乌原生也不敢继续练战 急忙跟上徐明 现在才想跑 能跑得掉吗 一个四十三级的强者 冷笑着追了上来 碰 动 徐明的巨盾被掀翻 乌原生被一拳打得欠进了墙里 刷刷刷 无影手 审判突然冲了出来 对着四十三级强者 就是一通乱砍 手都挥出了残影 哼 找死 那四十三级强者伸手一抓 就抓住了审判的手腕 审判一惊 等等 我只是路过的 动 四十三级强者 一拳就把审判干翻在地 实力差距太大了 他们三人仅是一个照面 就失去了战斗力 你们就是黑衣大侠的帮手 未免也太弱了吧 四十三级强者冷笑 抬起腿 就要踩死审判 躲在暗处架枪的南风 眼神平静 他会在这一角落在审判身上之前 开出致命一枪 秒杀这名四十三级强者 但这一角现在还没落下 所以他想再等等 等什么 等那一道熟悉的刀光 第六百五十章 你出手试试 一个四十五码的大脚 踩向审判的脑袋 审判汗流加倍 他有感觉 这一脚能将他的头踩爆 就像是踩爆一个西瓜 那样的简单 洛哥救我 审判用尽浑身力气大喊道 那熟悉的刀光 如期而至 咔嚓 一刀 空间破碎 那名四十三级强者的右腿 从膝盖处被斩断 切口整齐光滑 呃啊呀 强者发出惨叫 脸色煞白 疯狂地往后退去 他眼神惊慌地看着前方 那里有一个黑衣人 正缓缓向他走来 黑衣大侠 你不是被他们围住了吗 四十三级强者神情错愕 满脸不解 审判一个鲤鱼打挺 就从地上翻了起来 闪到黑衣人的身后 洛哥 你果然舍不得看着我们去死 审判笑道 找了你这么久 你总犯出现了 看来这场苦肉计 还是很有用的嘛 徐明捡起了自己的大盾 顺手将乌原生 从墙上扣了下来 洛哥 这个也不是本帖 根本分不出来啊 这 这个是冷静板 就是平时来开会的那个分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南风出现在了旁边的屋顶上 轻声开口道 小洛 冷静板 看了南风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飞快地往冷库板 憨憨板那边冲过去 冷静板要干嘛 去救另外两个分身吗 洛哥 乌原生疑惑道 分身有什么好救的 死了 还能复活不是 不清楚 南风缓缓摇头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过去看看 海商城内 有越来越多的强者 往这边围杀过来 乌原生他们继续待着这里 还是太危险了一点 所以 南风让他们赶紧离开 这三人点点头 赶紧使用传送阵 离开了海商城 南风目光一转 看向那位43级强者 他趁着几人谈话的时间 悄悄摸摸地想要逃走 打了我兄弟 还想走 南风冷笑一声 架起激光炮扣动扳机 哄 淡蓝色的光柱 在这漆黑的环境下 格外显眼 那43级强者 在瞬间就被秒杀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一股暖流涌入南风体内 他的经验值上涨了不少 比同等级的凶兽 经验值高太多了 南风低声呢喃了一句 收起激光炮 在房顶上跳来跳去 赶往战场最中心 战场中心 三个黑衣人背靠着背 眼神冰冷地 看着围剿上来的众多强者 神奇 黑衣大侠竟然有三个 还都长得一模一样 不不不 他们之中 只有一个是黑衣大侠 另外两个都是分身 最开始那个又憨又傻的 肯定不是黑衣大侠 至于另外两个 我也分不太清 肖落 憨憨版 听见他们的讨论 心头直冒火 又憨又傻 你说谁又憨又傻呢 首先 我没有招惹 你们任何人 其次 我不憨也不傻 最后 啊啊 我他妈跟你们拼了 肖落 憨憨版 大喊着 啥也不管 直接冲向最近的人 天空中 乌云再次汇聚 雷电轰鸣 冷静版和冷酷版对视了一眼 眼中皆是有些无奈 他们本来还想着先谈判一番的 最起码也能拖延一些时间 没想到憨憨版直接就上了 既然上了 那就上吧 动手 肖落 冷静版 轻轻开口 手中的 七星雷鸣 电光大作 一刀重斩 雷霆之刃 轰隆 轰隆 水桶粗的雷电从天落下 一道接着一道 披向围剿削弱的强者 这些强者也不是吃素的 纷纷出手迎战 一时间 双方打得难舍难分 周围的房屋 街道 全都在恐怖的能量波动下 被轰成了灰灰 还好削弱 憨憨版 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所以 他选的这个堆雪人的地方 人烟稀少 并没有多少居民 但双方越打越激烈 战场还在不断地扩大 很快就波及到方圆五六公里之外了 继续这样打下去 海商城迟早被打成废墟 四灵加急强者之间的战斗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名海商城的强者沉声道 全力出手 尽快将他们三人拿下 再打下去 损失太大了 众人全力出手 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 拿下削弱的三个分身 哼 对方就三个人 你们也搞不定 非得要我出手是吗 一个浑厚的声音 在极远之处响起 他的气息传入战场中 让海商城的强者们都精神异震 是陈霄大人 有陈霄大人出手 这三个黑衣大侠 就必死无疑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三个家伙 实力还真强啊 在我们十多人的围剿下 也只是勉强处于下风 他们三个 都有接近四十四级的实力 确实不弱 哼哼 只是接近四十四级而已 不足为据 陈霄大人乃是堂堂正正的四十四级 分分钟就能秒杀他们 海商城的强者们 有说有笑 在他们看来 这三个黑衣大侠 今天是插翅也难逃了 鼠辈 还不束手就齐 陈霄那魂厚的声音 再次响起 他从海商城的另一头 急速飞来 气势十足 仿佛一招就能将这三个黑衣人 全部抹杀一般 但他还没赶到战场 就一个急停 面色凝重地停在了空中 嗯 陈霄大人 怎么停下来了 难道是不屑于对若姬出手 不对 看他的表情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就在两秒钟前 陈霄感觉到 自己被一个恐怖的东西给盯上了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对方 还有高手 南风站在十公里之外 激光炮的准心 瞄准了陈霄的胸膛 细写地说道 你才四十四级啊 为什么说话那么嚣张 还什么 非得要我出手是吗 装啥高手呢你 你出手试试 第六百五十一章 四十四级强者 陈霄 我装啥高手 听见南风的话 陈霄的胸膛一阵起伏 气得不轻 我踏马堂堂四十四级强者 还用得着装高手 我本来就是高手好不好 阁下是何人 为何藏头鹿尾不敢现身 陈霄闷声道 南风呵呵笑道 藏头鹿尾 我没有啊 我就在这里站着 你自己眼神不好看不见我 我有什么办法 南风距离陈霄 有十公里的距离 若是在大白天 以陈霄的视力 肯定是能看见南风的 但现在这种漆黑的环境 对他的影响很大 别说十公里了 两公里外的东西 他都看不清楚 但这漆黑的环境 对南风没有影响 因为他的战术面具 是从微光夜视镜 升级而来 具有强大的夜视能力 有没有光 对南风来说 一点区别都没有 陈霄微微眯着眼 感应着战场中心的战况 冷笑道 呵呵 我懂了 你才是真正的黑衣大侠 那三个黑衣人 都是你的分身 对吧 南风耸了耸肩 没有说话 这家伙还挺会脑补的 不过 有一点他说的没错 那三个还真是分身 见南风不说话 陈霄笑了起来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你就是黑衣大侠 没想到啊 黑衣大侠竟然也是44级强者 且实力还不弱于我 不过 有一点我想不通 你这种实力的强者 为什么要去杀一些 十几二十级的普通人 你可不要说是为民除害 替天行道 这种低劣的借口 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风微微挑眉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 萧露为什么要干那些事情 是为了引那位45级强者现身 还是说 真就是为民除害 又或者说 那些只是黑化板自己的行为 其实和萧露一点关系都没有 南风不清楚 不过对方 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问了这个问题 那南风自然是要帮萧露刷一波声望 他调动魔力 中气十足的开口 当然是为了替天行道 你们海商城官官相护 草菅人命 无视平民百姓的死活 老百姓在你们的统治下 简直暗无天日 就像这天一样 我黑衣大侠 黑衣大侠就是要杀杀杀 杀光你们这群畜生 杀光你们这群败类 只要我黑衣大侠一天不死 我就会一直杀 杀出一个朗朗乾坤 南风这段话 被他的魔力包裹着 传遍了海商城的大街小巷 大量居民从被窝里钻出来 走出房门 看向天空 刚才说话的是 是黑衣大侠 为民做主 替天行道 黑衣大侠真是好人啊 黑衣大侠 我们支持你 与此同时 战场忠心 陈霄浑身发抖 气得厉害 马德 你这黑衣大侠有病是吧 我跟你聊两句 你跟我耍心机 好好好 好一个黑衣大侠 陈霄转头看向战场中心 冷声道 你们这群废物 我已经牵制住了黑衣大侠本体 你们连他的分身都搞不定吗 三分钟 我现你们三分钟内 把他拿下 战场中心 那些围攻分身的强者文言 顿时心头一紧 之前 他们见到陈霄准备出手 就开始摸鱼 没有出权力 因为削弱这三个分身的实力 真的很强 他们这群围攻的强者 不仅没能拿下三个分身 还被分身给打伤了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42级的强者 差点就被又憨又傻的那个分身 一刀砍成了两半 这种情况下 海商城的强者 自然是不愿意冲在最前面 都躲在后面摸鱼 放技能 等着陈霄出手解决这三个分身 可是现在 陈霄被黑衣大侠的本体给牵制住了 这三个分身还得靠他们解决 海商城的强者们互相看了看 别留手了 相信各位也不想得罪陈霄大人吧 哎 不得不拼命了呀 我先上 你们跟上 来吧 杀 我就不信了 我们十几个人 还解决不了三个分身 一瞬间 海商城的强者们不再摸鱼 而是全力出手 萧落 憨憨版 被重点照顾 很快就被打成重伤 一点点魔力从他的身体里飞出 飘向空中 坚持住 萧落 冷酷版 快步来到憨憨版身旁 一道横斩逼退了弓上来的强者 随后 冷酷版一掌拍出 按在憨憨版的后背上 将自己的魔力输送给萧落 憨憨版 别 这样你也会死的 萧落 憨憨版 往前两步 和萧落 冷酷版 保持距离 他憨笑道 我比较傻 容易被人骗 本来也活不了多久 你不用救我 萧落 冷酷版 冷声道 我就要救 一直关注着战场的南风 听见这两个分身的谈话 不禁皱起了眉头 什么意思 听这话 莫非这两个分身 还会死掉不成 萧落不是可以无限召唤分身吗 真是摸不着头脑 难道 这些分身 已经彻底脱离萧落了 突然 南风的脑海中 灵光一闪 出现了这个大胆的猜测 这个想法 吓了南风一跳 是这些分身主动脱离的萧落 还是萧落主动和分身进行割舍 萧落他现在 又在哪里 不行 我必须要问一下冷静版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萧落的这群分身中 有谁最接近萧落本身的意志 那一定就是冷静版 因为萧落本来就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 和冷静版交流 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哼 在我面前还敢走神 南风的耳边突然响起一声爆喝 炸裂的声波阵的他头晕目眩 陈萧抓住了南风走神的那一瞬间 直接闪身来到了南风进前 用音波攻击 硬控了南风两秒 两秒 足够啊 将你打得半死了 陈萧冷笑着 一拳轰出 哼 黑夜中 淡蓝色的光柱闪过 轰在陈萧的拳头上 怎么可能 陈萧大惊 为什么 他引以为傲的音波攻击 为什么连黑衣大侠半秒都没控住 这不合理 南风晃了晃脑袋 冷笑道 我这辈子最不怕的 就是声波攻击 有 战术耳机 存在 管你 多强大的声波攻击 都会被削弱90%以上的威力 想控住我 你能行吗 哼 小瞧你了 但被我拉近了距离 你也只有死路一条 陈萧紧盯南风 还不忘对其他人吩咐道 你们抓紧时间 解决那三个分身 别让分身来干扰我 遵命 陈萧大人 海商城的强者 齐声应道 哒 哒 哒 突然 清脆的脚步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一个又一个黑衣人 出现在战场之中 原本 海商城的强者 包围着中间三个分身 但现在 他们反被二十多个分身给包围了 削弱 热情板 背着一捆柴火 大笑着走上前道 你们想要 解决谁 第652章 斩三师 这么多黑衣大侠 海商城的强者们 看着包围过来的黑衣人 集体倒吸一口冷气 原本只有三个黑衣大侠 他们就已经难以对付了 现在数量直接翻了十倍 这还打个毛 你有这么多分身 天空中 陈萧也大吃一惊 他用神石扫过那些分身 心头的惊讶之情更甚 这里的每一个分身 实力都很强 连分身都有这种实力 那你的本体岂不是 陈萧谨慎地 看向南风所在的方向 南风笑道 其实这些不是我的分身 我也不是黑衣大侠 我乃有名大侠 有名大侠 这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听起来好像还有点耳熟 嗯 有名大侠 黑衣城的那个有名大侠 陈萧猛地想起了什么 眼中金光一闪 你是白水城城主南风 咦 竟然还有人知道 有名大侠就是我 南风一愣 这人怎么连我刚出江湖 用的小号都知道 数月之前 帝尊封了两位天选者为城主 这件事在云日帝国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情 是全程直播的 之后的一段时间 凡是帝国境内有名有姓的强者 都收到了关于龙无敌和南风的资料 这份资料非常详细 包括了他们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曾用过的话名 去过的地方 其中 甚至还有关于龙无敌和南风的天赋 和实力的评估 陈萧记得 南风的天赋那一栏 被帝尊亲自评定为 万年一遇 一想到自己正在面对的 是一位万年一遇的天骄 陈萧就有些心头发出 他眼角的余光 瞥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刚才这只手 应接了那道淡蓝色光柱 此时已经血肉模糊 使不上劲了 陈萧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知白水成城主 现在是什么等级 南风不知道陈萧问这个干什么 但还是顺口说道 四十四级 怎样 果然是四十四级 看来我判断的没错 陈萧回想起那份资料里 南风的实力那一栏 帝尊给出的评定是 同级无敌 同样是四十四级 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陈萧在心中暗道 不动神色地往后退去 南风一愣 这个陈萧怎么突然就怂了 怎么 不打了吗 南风疑惑 没想到啊 一名四十四级强者 竟然听到他的名字 就被吓退了 我南某人 现在已经这药牛叉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您是尊贵的白水成城主 我怎么敢与你动手 这岂不是没把帝国的律法放在眼里 陈萧恭敬地开口 在陈日帝国等级制度森严 哪怕南风只是一个偏远山沟沟里的城主 身份依然无比尊贵 一般人见到南风 都是要下跪的 也只有那些有背景 有势力的人 或者实力强于南风的强者 才可以站着跟南风说话 这就是陈日帝国的城主的含金量 你们 都给我住手 陈萧突然想起来 下方还在战斗 连忙制止 地面上 那十几个海商城的强者 早就不想打了 要不是陈萧还在天上飘着 他们肯定跑得比谁都快 现在听见陈萧的命令 他们急忙停手 不敢再战 萧落 暴躁板 冷哼一声 你们说不打就不打 那我不是白来一趟 他做事又要冲上去砍人 但萧落 专注板 拦住了他 低声道 算了 我们补充魔力很困难的 萧落 暴躁板 文言 用拳头砸烂了旁边的一堵墙 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战场 瞬间平静了下来 双方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都没有继续动手 我们走 陈霞见众人已经冷静下来 带着海商城的强者 撤离了此地 真走了 南风面露疑惑 目送着这群海商城的强者 消失在视野尽头 我低规规 这是被我南某人的大名 给吓跑的吗 早知道你们这么怕我 那我还伪装个急冒啊 不打了也好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南风收起激光炮 看向下方那一群黑衣人 见他们又要散去 南风一个闪身 就出现在这些黑衣人的中间 哥们 先别走 跟我说说 现在是怎么个事 南风目标明确 直接找上了冷静板 其他分身交流起来都很麻烦 有的不爱说话 有的脾气暴躁 还有的说着说着 就给你来断Rub 这谁受得了 也只有冷静板这个分身 才可以正常交流 消落 冷静板 面色平静地看了南风一眼 开口说道 跟我来吧 顿了顿 他又看向其他分身 你们也都跟我来吧 随后 消落 冷静板 便将众人带到了一个破旧的小茶馆里 他点燃了十几根蜡烛 烛光将茶馆照得亮堂堂的 消落 憨憨板 憨笑道 我要喝茶 嘿嘿 消落 暴躁板 敲着桌子 怒目道 老板 听见没有 还不快上茶 消落 Rap板 走到茶馆中间 开始表演节目 嘿 呦 年轻气盛 你说你是高启盛 这家店的老板 在一周前被冻死了 现在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消落 冷静板 平静地开口 要喝茶自己去的 真是惯着你们的 我又没收茶水费 分身们闻言 纷纷从椅子上站起来 挑水的挑水 泡茶的泡茶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南风在角落里 找了个位置坐下 等消落 冷静板 过来后 南风直接进入主题 消落在哪 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冷静板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只知道 他现在的状况不太妙 啊 连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南风惊了 你可是消落的分身啊 连你都感应不到本体的位置 那我还怎么找 你听说过 佛门的展三师吗 冷静板突然冒出来 这样一句话 南风摇头 没听过 那是什么 砍死三个人 消落 冷静板 平静地解释道 所谓的三师 指的是善师 恶师 自身师 简单点说 三师就是各种善意和恶意的 执念 每个人都有各种执念 或善或恶 只有斩出这些执念 方能更进一步 正道成仙 老大遇到了瓶颈 迟迟无法突破四十五级 让他心生烦躁 特别是在火鸟事件时 他见到了四十五级的龙无敌 那种烦躁感更加强烈 他不再冷静 心神出现了破绽 而黑化板那家伙 刚好抓住了这个破绽 他告诉老大 是因为分身太多 执念太多 导致他的思维不能统一 所以才迟迟无法突破 老大被黑化板蛊惑了 他斩出了我们这些分身 就像是斩出了内心之中的所有执念 第653章 无欲无求 方能成神 海商城 陶家 陈霄从云层中急速降落 落在了陶家大院中 什么人 院中的护卫大喝一声 抽刀冲向陈霄 是我 陈霄 陈霄开口道 护卫一愣 陈霄大人 您怎么来了 您刚才不是在 就在几分钟前 这护卫还听见 陈霄正在承熙与黑衣大侠激战 怎么一转头的功夫 陈霄就来到了陶家大院中 难道那黑衣大侠 已经被解决了 真快呀 陈霄大人不愧是海商城第二高手 护卫不禁感慨道 陈霄开口问道 陶杰大人可在府中 护卫恭敬答道 老爷的行踪我等下人并不知晓 陈霄大人 您可以去问问城主大人 当今海商城的城主 名为陶琪 是少有女城主 他的父亲陶杰 就是海商城第一强者 也是海商城唯一一名45级的强者 陶杰 陶杰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在公众面前落过脸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或许整个海商城 就只有城主陶琪 知道他跌在哪里 护卫的回答 在陈霄的意料之中 他微微点头 一飞冲天 迅速地飞向城主府的方向 陈霄没有发现 在厚厚的云层之中 有一个造型奇特的东西 正在默默地监视着 他的一举一动 海商城 小茶馆里 南风听完 削落 冷静版 的话 有点猛圈 斩三尸 这么玄学的东西 靠不靠谱啊 我们作为天选者 猎杀凶兽 就能提升实力 没必要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吧 削落 削落 你路走歪了 其实老大的想法 并非没有道理 剑南风对 斩三尸 这个说法不屑一顾 削落 冷静版 解释道 斩三尸 就是要斩断自身的执念 不被自身感情所左右 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雏狗 天道没有感情 他不会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 就对人类降下天法 也不会因为自然灾害抹杀了人类 就对人类心生怜悯 正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他才是天道 圣人也是一样 最好的兄弟 最铁的哥们 最亲的爱人 在圣人眼里 都和路边的小花小草 和里的小鱼小虾没有区别 圣人不会偏向谁 因为在圣人的心里 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 想要登上世界之巅 成为最强大的存在 就必须要舍弃七情六欲 舍弃自身情感 无欲无求 方能成神 冷静版是最接近 削弱本体意志的存在 他这番话 基本上就代表了 削弱自己的想法 或许 黑化版的蛊惑 只是削弱做出 这个决定的一个诱因 或许 削弱早就想将 自己的所有分身 连同自己的感情 一起斩断 脑子里无时无刻 都有三十二个声音 在争吵 在讨论 在说话 或许 削弱早就承受不了了 南风看着削弱 冷静版 平静地说道 刚才这些话 是你想对我说的 还是削弱想对我说的 有区别吗 削弱 冷静版 缓缓开口 我本来就是削弱 说着 他伸手指向茶馆里的 所有分身 我们 都是削弱 确实 如果削弱本体 已经斩断了 所有气情六欲 变成了一个 没有感情的机器 那相比起来 这个茶馆里的分身 则更像是削弱 最起码 他没有感情 南风叹了一口气 轻声道 你确定要走这条路 削弱 冷静版 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点头 既然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我尊重你 南风站起身 走出了茶馆 或许对削弱来说 变强 比感情更加重要 茶馆内 十分寂静 一众分身没有说话 都在默默地品味着 杯中苦涩的粗茶 良久 削弱 憨憨版 才憨笑道 是不是我们一死 老大就彻底没有感情了 对 削弱 冷酷版 冰冷的开口 而且 没有了魔力来源 我们活不长的 很快就会死去 削弱 热情版 大笑起来 也挺好的 最起码在死之前 我们可以 做一个独立的 真实的人 去感受这个世界 虽然 我们的都是不完整的人 说吧 削弱 热情版 将杯中的粗茶一饮而尽 背上一捆重重的柴火 走出了茶馆 兄弟们 再见 曾经 削弱也是一个热情的人 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后来 或许是热脸贴上冷屁股了 或许是被人嘲笑了 或许是帮助他人 没有好报了 削弱只能将自己的热情 埋在心底 热情 不再是他的主要性格 热情版继承了 削弱这一特性 他不怕被人嘲笑 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只享受帮助他人时的感觉 今天天气不晴朗 削弱 热情版 哼着小曲 来到了城东的平民区 他在复杂的小巷里 转悠了好久 咚咚咚 赵大娘 你在家吗 削弱 热情版 轻轻敲了敲破旧的房门 房门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 死了 一声刺耳的响起之后 房门被缓缓打开 双眼无神的赵大娘 提着灯笼 看见削弱 热情版 背上的那捆柴火后 挤出了一丝笑容 是你呀小伙子 你又来给我这老太婆送柴火了 哈哈 对呀 今天有点事耽的了 削弱 热情版 走进房间里 屋子里破旧不堪 但却收拾得井井有条 削弱 热情版 将柴火放在地上 开口道 赵大娘 这些柴火 够你用两三天了 过两天 我再给你送一些来 谢谢 谢谢 赵大娘的声音 有些哽咽 我儿子二席都被冻死了 老伴也在前几天砍柴的时候 被凶兽给吃了 要不是你 我和小孙女恐怕 恐怕早就要被冻死了 说着 赵大娘就要跪下去 给削弱 热情版 磕头 但热情版及时扶住了她 赵大娘 不用行此大礼 举手之劳罢了 这时 里面的房间里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走了出来 小女孩被冻得面色通红 鼻子上挂着两条鼻涕 手上全是洞窗 她看向热情版 开心地笑了起来 大哥哥 你又来了 是啊 我又来了 看着小女孩十分治愈的笑容 热情版也笑了起来 对了大哥哥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女孩突然问道 她想将这个一直帮助她的大哥哥的名字 永远记在心里 我叫什么名字 肖弱 热情版 突然沉默了起来 是啊 我叫什么名字呢 我到底是一个独立的人 还是肖弱的分身 不 这些都不是 我叫肖弱 热情版笑着说道 第六百五十四章 黑话版不会救人 只有你才会 时间飞逝 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三天前的那一战 并没有给海商城带来太大的变化 除了城西有一大片区域被打成了废墟 这三天时间 黑衣大侠依旧在除暴安良 行侠仗义 他的刀下没有冤魂 而海商城的强者 对这件事也不再过问 似乎没看见一般 海商城的城主 更是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说过 跟死了一样 渐渐地 在大街小巷 在街头巷尾 黑衣大侠已经成了百姓心中充满正义的大侠客 他们不再害怕走夜路 不再害怕被人偷 被人抢 因为他们知道在无人看见的角落 会有一个行侠仗义的黑衣大侠 保护着他们 什么海商城蝙蝠侠 小巷里 一个帅小伙 低声喃喃着 他貌似攀安 帅得惊天动地 可惜现在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 没人能看清他的脸 他衣着亮丽 儒雅随和 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 简直就是翩翩公子的代名词 若是放在穿越前的蓝星 不知道能让多少小迷妹为之疯狂 可惜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期 没几个人能欣赏到他的帅气 真是孤独啊 帅小伙长叹一声 大步走出小巷 迎面走来两个居民 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 背着重重的柴火 吃力地在雪地中 伸一脚浅一脚地行走 你听说了吗 城里最近出现了一个彩花大道 专挑年轻貌美的姑娘下手 当然听说了 已经有好几家的姑娘被糟蹋了呢 真是畜生啊 黑衣大侠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没错没错 两人从帅气小伙身边走过去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帅气小伙嘴角扬起的讥讽笑容 两位大叔 请留步 帅小伙跟了上去 叫住了两人 两位大叔 请问这里是城北八方街吗 一个居民回过头 看了帅小伙一眼 八方街 八方街离这里远着呢 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 帅小伙甘大地笑道 晚辈有个远房亲戚 住在八方街 我来给他们送点吃的 但这天太黑了 晚辈走着走着就迷了路 嗨 这真是 那两个大叔闻言 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那小伙子 你跟着我们走吧 我们刚好也要往八方街的方向去 帅小伙立马拱了拱手 那就多谢两位大叔了 三人七拐八拐 穿过了三个街道 其中一位大叔 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 我们到了 那大叔将重重的柴火 从背上卸下 小伙子 你继续往前走到底 然后左转 再右转 就能到八方街了 帅小伙闻言 点了点头 多谢两位大叔 帅小伙按照大叔的指点 很快就消失在两人的视野里 带他走远后 两个大叔才低声闲聊起来 这小子穿着华丽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怎么会一个人出门 谁知道呢 赶紧回家吧 两个大叔一千一厚地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闺女 爹爹回来了 今天砍了好多柴 累得我满头大汗 其中一个大叔 脸上带着笑容 推开了房门 他的老婆和女儿 都在家里等着他归来呢 咔 门一打开 大叔就愣住了 因为家里并不只有老婆和女儿 还有一个偏偏公子般的帅气小伙 这个帅气小伙 不就是刚才跟着自己 一路过来的那个人吗 爹爹 大叔的老婆和女儿 飞快地跑到房门口 躲在大叔身后 惊慌地看着家里的帅小伙 这个帅小伙 莫名其妙地就出现在他们家里了 好可怕 你是什么人 赶紧离开我家 大叔拿起放在门口的锄头 大声喊道 屋里的帅小伙露出了坏坏的笑容 目光在大叔的老婆和女儿之间来回打量 真漂亮啊 他一步上前 就将大叔手中的锄头抢了过去 你 你 大叔一脸惊恐 护着自己的老婆和女儿 缓缓后退 这个时候 就算是一头猪 也能猜到这帅小伙的身份 你就是那个采花大盗 大叔满脸惊慌 死死地将老婆女儿挡在身后 你别过来 黑夜大侠最近就在城北活动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当然知道他就在城北活动 要不然 我才不会过来呢 帅小伙在心中暗道 黑夜大侠 他算什么东西 徒有虚名罢了 帅小伙缓步上前 冷笑道 你若是不想死 就乖乖滚蛋 你的妻子和女儿 我会帮你照顾好的 你想都别想 大叔怒吼一声 猛地将身后的老婆和女儿 推出去 你们快跑 我来拦住这个畜生 救命啊 救命啊 那十来岁的小姑娘 一边扯着嗓子大喊着 一边牵着母亲的手 往大街上跑去 帅小伙冷哼一声 找死 他一掌拍出 直击大叔的脑门 这一掌若是打实了 大叔绝无活命的可能 刷 刀光闪过 一个黑衣人 出现在大叔和帅小伙身前 本来都已经绝望地等死的大叔 看见身前的黑衣人 顿时燃起了声的希望 黑 黑衣大侠 是黑衣大侠 滚 黑衣大侠冷冷开口 大叔愣了一下 随即立马反应了过来 黑衣大侠 真是害怕等会儿 打起来伤到自己 让自己赶紧跑呢 真是个充满正义的大侠 老婆 女儿 快跑 大叔大叫起来 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 小院中 只剩下黑衣大侠和彩花大盗 在大雪中对峙 黑衣大侠目光阴冷 上下打量着这个帅得惊天动地的男人 我本来以为 你是南风伪装的 目的是为了引诱我出来 但你刚才动了杀星 若是我没出手的话 那人就死定了 南风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 你不是他 你是什么人 帅小伙笑了起来 不管我是谁 看见我杀人 看见有人被杀 你应该兴奋才对啊 因为 你是黑化版 你是削落那心深处 被无限放大的阴暗面 鲜血 死亡 混乱 才是你的最爱 但你却选择了救人 黑化版不会救人的 只有你才会 削落 第655章 成神 本就是一种欲望 一种诉求 黑衣人沉默 眼前这个帅小伙 竟然对自己如此了解 那他只能是南风了 伪装得不错 我竟然没能分辨出来 黑衣人甚笑起来 你这么大费周章 还欺负名女 就是为了赢我现身 首先 我没有欺负名女 小伙帅气的脸庞 一阵扭曲 便回了南风的模样 我只是在他们家里待了一晚上 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然后在临走时 我给他们家里 留下一些食物和柴火 让他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可以得到一丝心灵上的安慰 最后 他们就会按照我教他们的话术 散播出去 事实上 我根本不是什么采华大道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灵导师 南风身上的衣服也开始变化 那华丽的服饰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大棉袄 他看着黑画板的削弱 平静地开口道 当然 有一句话你说的没错 我这么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把你引出来 三天前的那一战 我见到了三十个分身 唯独你这个黑画板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不来 黑衣人冷笑两声 声音沙哑 我只是不想和那些废物东西在一起罢了 冷静版应该告诉过你 老大已经将所有分身全部斩断 我们每一个分身 现在都是一个独立的人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我想去哪就去了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说着 黑衣人就要离开这里 南风一个闪身 出现在黑衣人身前拦住了他 当然有关系 南风看着削弱 黑画板的眼睛 缓缓开口 其他分身 或许真的已经被削弱完全斩断了 但你 肯定没有 之前在小茶馆里 在和肖弱 冷静版 对话的时候 南风就察觉到了漏洞 如果肖弱真的 完全切割了所有分身 斩断了七情六欲 那他应该已经突破四十五级了 但南风当时看了一眼排行榜 肖弱还是在四十四级 这说明肖弱还没有做到上述那一步 他或许真的想要正义切割所有的分身 但肯定还有几个分身 没能完全切割掉 南风最先想到的是 冷静版 这个分身 作为最接近肖弱本体意志的分身 肖弱可以将其完全斩断吗 似乎可以 因为在冷静版的身上 南风看不见其他任何感情 有的只有冷静 随后 南风就想到了 没有出现的 黑化版 哪怕是一个大善人 他的内心深处 也会有一些很邪恶的想法 但作为肖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黑化版最近做的事情 未免也太争议了吧 这哪里像是一个黑化的人 能做出来的 这明明就是海上城自己的蝙蝠侠 所以问题一定出在黑化版的身上 听见南风的话 削弱 黑化版 低下头 发出沙哑的笑声 你错了 现在的我 真的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人 你不是 南风十分自信地开口 彻底黑化的人 应该是以杀戮为乐 无差别 无目标 纯粹随机地以杀人取乐 但你并没有 你只会去杀那些该杀的人 甚至 你还会救那些无辜的人 三天前城西那一战 有一大片区域被打成废墟 但死亡的平民却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是因为 有一位黑衣大侠 将战场中的平民都转移走了 听见这话 黑衣人沉默不语 没想到 南风连这件事都知道 他当天不是在和陈霄掰头吗 竟然还有闲工夫 观察其他情况 南风继续说道 或许 你最初的想法 就是斩断所有的分身 独自美丽 孤独成神 但你却放心不下黑化板 你担心黑化板会乱杀无辜 担心会有人因你的决定而死 所以 你切割了其他所有的分身 唯独黑化板 你还保留了一丝联系 你帮黑化板挑选杀戮的对象 让他释放内心中的阴暗 有的时候 你还会直接夺取黑化板的控制权 用他的身体去救人 我的猜测没有错吧 肖落 黑衣人低着头 他的兜帽遮住了双眼 南风无法通过他的眼睛 猜到他在想些什么 基本上是对的 黑衣人突然开口 他的声音不再沙哑 也不再发出圣人的怪笑 南风笑了 他知道 现在跟他对话的 就是真正的肖落 而不是某个分身 终于找到你了 南风长出一口气 这一趟没有白跑啊 跟我回去吧 肖落 你走错路了 肖落的声音很平静 他开口道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你不是说过 会尊重我的选择吗 我尊重个屁 南风冷哼一声 你自己好好想想 斩断七情六欲 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 那你还算是人吗 不算 肖落平静道 因为我要成神 无欲无求 方能成神 南风 你中二吧你 你都无欲无求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神 成神 本就是一种欲望 一种诉求啊 肖落皱着眉头 思考着南风这番话 对啊 我为什么想要成神 是为了变强吗 那我变强又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守护南城 又或者是为了其他 可我成神之后 没有感情的我 还会守护南城吗 而且 守护南城 本就是我内心之中的一种欲望 一种诉求 有欲有求的我 又如何能成神 肖落使劲地摇了摇头 大脑一片混乱 现在的他缺失了很多情感 有些事情他想不通 想不明白 给我一些时间 肖落退后了两步 有些纠结地开口道 我需要时间 将这些事情想清楚 没时间了 南风沉声道 现在 立刻 马上 跟我离开海商城 肖落皱眉 不要逼我 逼我 只会让我更加迷茫 南风抬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天空 面色凝重 我不是在逼你 只是 我们再不走 恐怕就走不掉了 哄 沉闷的音爆声响起 一个中年男人 从云层中缓缓降落 他的手中 还拿着一个造型古怪的飞行凶兽 那正是南风藏在云层之中的侦察机 哪位是黑衣大侠 哪位又是有名大侠 中年男人露出和蔼的笑容 目光锁定在了南风和肖落身上 再下陶杰 前来 弄死两位 第656章 大战起 再下陶杰 前来 弄死两位 话音落下 陶杰都不给南风两人说话的机会 直接痛下杀手 劈啪 他用力挥动手中那条流光一彩的长鞭 鞭子锁过之处 空间破碎 简单粗暴的一击 闪开 南风大喝一声 和肖落两人瞬间离开原地 各自暴退数百米 那条长鞭 则是从两人中间落下 将大地抽出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 地动山摇 若是从空中腐盖下 则会发现 整个海商城都被这一鞭子抽成了两半 不知道有多少平民 死在这一边之下 你疯了 南风震惊地抬起头 看向天空中的陶杰 这个家伙 竟然在城市之中挥出了权力一击 他是真的不在乎平民的死活吗 在这之前 还没有哪个40加级的强者 会在城市里动用权力 哪怕打在激烈 他们也会尽量克制着自己 不让战斗的余波波级太远 比如三天前的那一战 十几名四十多级的强者 加上三十个削落分身 这种规模的战斗 完全可以将海商城格式化 打得一点人类生存过的痕迹都没有 但那一战的最终结果 却只是将周围几公里的区域打成了废墟 哪有人会像陶杰这样 一来就开大招的 天空中 陶杰缓缓抬起手 做事又要再来一遍 住手 南风霸大喊道 我乃帝尊清风白水城城主 你敢杀我 扑呲 陶杰笑出了声来 拿着鸡毛荡令剑 又是一边麾下 鞭子划破长空 直击南风的面门 恐怖 恐怖的威力 南风已经忘记 上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死亡 是什么时候了 他的瞳孔中 肠边再不断地放大 并且距离他越来越近 他想躲 但陶杰释放出的强大威压 让他的动作变得极其缓慢 这一边 他躲不开 这一边命中 他会死 这就是45级强者的全力一击 刷 一个黑衣人 突然出现在南风的身前 他手中的短刀电光闪烁 破误 黑衣人声音低沉 他一刀斩出 直击袭来的长边 肖落紧插半步 就能踏入45级 他的实力与陶杰十分接近 若是他本体在此 这一边 或许真能接下 但眼前这个 毕竟只是一个分身 噼啪 破空声响起 凌冽的刀器 连同黑衣人的身体 一起被长边抽碎 魔力化为点点星光 消散在空中 不 南风瞳孔猛缩 长边威力稍减 继续抽在南风身上 将其抽飞十几公里远 一大口鲜血喷出 南风蜷缩着身子 痛得浑身颤抖 好在 他还没死 削落 黑画板 用自己的命 换回了南风的半条命 哼 什么黑衣大侠 不过是个只敢以分身式人 藏头鹿尾的鼠背罢了 一鞭子抽死了黑画板之后 陶姐也不给南风喘息的时间 再次杀了上来 羞 羞 羞 一连串淡蓝色的光柱 直冲天际 南风满嘴是血 咬着牙 不断地扣动扳机 你踏马的 你踏马的 你杀了削落的分身 没死去一个分身 就代表着 削落会失去一种情或欲 虽然黑画板 是削落内新生处的阴暗面 失去了 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 谁的心里没有阴暗面 没有了阴暗面 那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轰轰轰 一道道淡蓝色光束 轰击在陶杰的身上 让他眉头直皱 这 由龙光束炮 无限接近光束 就算是45级的陶杰 也无法躲开 他只能不断地无规则闪避 来躲开南风的攻击 狗东西 跟我出城打 南风大吼一声 展开 恶魔之意 一边往城外飞 一边不停地扣动扳机 现在的他 就像是一个战斗机 在不断地发射着炮火 出城 为什么要出城 陶杰轻笑道 白水城城主 南风 你是在担心这些平民的死活吗 那你 可愿意为他们而死 他的声音通过魔力放大 瞬间就传遍了全城 早在陶杰第一次出手 劈开海上城时 城内大部分人就都惊醒了 有些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卷起铺盖被子 带上老婆孩子就准备跑路 但还有更多的人 只能瑟瑟发抖地留在家中 等待着那未知的命运 此时 陶杰的这句话 整个海上城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那些无力掌控自己命运的平民们 纷纷竖起耳朵 等待着南风的回答 哈哈哈哈 南风吐出一口血沫 略显癫狂地大笑起来 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而死 你说得对 我确实是在担心城内的平民 担心我们这一战会波及到他们 但也仅此而已了 若是你真的要在城内 与我决一死战 那 老子也奉陪 轰轰轰 厚厚的云层之中 一个庞然大雾突然出现 那是南风的 战术轰炸机 陶杰健壮 哈哈大笑起来 很有气势 但你的实力 终究还是弱了些 他手中的长鞭一甩 直击天空中的轰炸机 兵术炮 南风抓住他出手的间隙 一发乳白色的光柱 脱膛而出 陶杰来不及闪避 被一炮正中胸膛 整个人都冻成了冰雕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轰炸机运转起来 大量炮火从天而降 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 其中 陶家 陈家 陈竹府 是南风的重点轰炸目标 你敢 本来待在家里 准备坐山观虎斗的陈骁 见到这一枚枚威力十足的导弹 往家里丢 哪里还能沉得住气 他当即飞上天空 将导弹全都击飞出去 至于击飞到哪里去 那他陈骁 可就管不到了 城主府内 城主陶旗也飞了出来 他看着遍地窗移的海商城 脸色冰茫 该死的天选者 回我领地 当猪 他持剑直冲云霄 一剑劈向头顶的轰炸机 刷刷刷 一个又一个海商城的强者 从城内飞出 使出各种手段 攻击着轰炸机 咔嚓咔嚓 陈杰浑身一抖 将身上的冰块震碎 他哈出一口寒气 调动体内魔力沉声道 天选者南风 胆敢屠城 最大恶极 当猪 这句话 同样被魔力放大 传遍了全城 做完这些 陈杰这才冷冷一笑 看向南风所在的方向 但此时的南风 早就已经飞出海商城了 哼 陈杰冷哼一声 急速追了上去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去城外杀你 也是一样的 羞羞羞 突然 三十个黑衣人 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 将陈杰团团围住 陈杰冷眼扫视重分身 笑道 怎么 刚才死得不够快 还要来送 为首的削弱 冷静版 根本就不搭理陈杰 他将 七星雷鸣 持于胸前 平静地开口 刀阵 起 第六百五十七章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刀光线 刀阵起 三十个黑衣人宛如一体 同时斩出最强一刀 一时间 整个刀阵之中 都充满了刀气 几乎没有死角 浩强 陈杰在心中暗道 如此恐怖的攻击 几乎可以媲美四十五级强者了 不愧是天选者 在此之前 哪有四十四级的强者 能让四十五级的强者 感受到威胁的啊 就算是四十四级的帝尊 也做不到 不过 这一刀有破绽 陈杰轻笑一声 而且这个破绽 我找到了 他的身影在刀阵中来回穿梭 就像是一只在刀尖上跳舞的恶魔 任凭刀气如何凛冽 也无法伤到陈杰分毫 削弱的刀阵 需要三十二人同时出手 才是完美的 但是现在 黑化版死亡 削弱的本体也不在 仅仅三十个 分身组成的刀阵 漏洞百出 这样的刀阵 用来对付弱一些敌人 倒是没问题 但用来对付陈杰 还不够 给我 死 突然 陈杰抓住了一丝机会 手中的长鞭猛然出手 Soul 他这一边 瞄准的是刀阵中最弱的那个黑衣人 憨憨版 柿子先挑软的捏 削弱 憨憨版 看着袭来的长鞭 想要躲避 但却有心无力 他在三天前那一战 就已经受了重伤 若不是其他的分身 分了一些魔力给他 他恐怕会比黑化版死得更早 其他分身分给他的魔力 只能保住他的命 并不能治好他的伤 重伤的削弱 憨憨版 成了刀阵中最薄弱的一环 成为了陶杰破阵的首选目标 啪 一声脆响 空间都破碎了 这一边 将削弱 憨憨版 拦腰抽断 他的身体化为点点魔力 消散在空中 鬼神斩 削弱 冷酷版 急速飞来 抬手一刀逼退陶杰 随后左掌 排在憨憨版的后背 将自身的魔力传给他 嗨嗨 削弱 憨憨版 憨厚的笑道 不用再丢我魔力了 我不行了 削弱 冷酷版 不说话 还在不断地输送着魔力 其余的二十八个分身 则是重新组成了一个小一号的刀阵 再次围住陶杰 老大还是没来 削弱 憨憨版 有些落寞地呢喃着 别说话 削弱 冷酷版 低声讯赤道 老大 应该是要等我们全部死了之后 才会出现吧 削弱 憨憨版 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还是坚定地 抛弃了我们 选择了一条 不知是否正确的路 唉 要是我们平时少说点话 少烦老大一些 他或许就不会抛弃我们了吧 冷酷 你说斩断了七情六欲的老大 真能战胜眼前的敌人吗 削弱 冷酷版 没有回答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 我觉得 我还可以再帮老大一次 削弱 憨憨版 突然憨笑着开口 冷酷 你知道那天晚上 胡老和黑话版说了什么吗 嘿嘿嘿 我知道 胡老为了活命 将自己的诅咒之术 交给了黑话版 黑话版那傻小子 以为能瞒住我们 但其实 我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呢 嘿嘿 削弱 冷酷版 默默地输送着魔力 没有回答 事实上 那天晚上 他也在偷听 诅咒之术 他也会 释放诅咒 需要献祭一件物品 削弱 憨憨版 收起了笑容 难得地严肃了起来 我 献祭我的生命 削弱 冷酷版 瞳孔猛缩 不 但他已经来不及打断 憨憨版的诅咒之术了 诅咒 已经成星 我 献祭我的生命 诅咒你 憨憨版目光看向陶杰 沉声道 诅咒你 耳鸣兄们 刀阵中心的陶杰 突然伸手捂住胸口 感到有些不舒服 怎么回事 受伤了 陶杰内视自己的身体 但却不知道 哪里出现了问题 另一边 冷酷版愣在原地 耳鸣兄们 憨憨版 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只是为了诅咒陶杰 耳鸣兄们 但很快 他就明误了 憨憨版 其实一点都不寒 胡老的诅咒之术 需要献祭某些物品 才能达到诅咒的效果 献祭的物品越强大 诅咒的威力就越强 当然 诅咒也和试咒之人的实力有关 比如 胡老诅咒审判的时候 只献祭了两只老鼠 就达到了目的 但你让他献祭两只老鼠 去诅咒帝尊 不好意思 做不到 不仅不会对帝尊造成任何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反噬胡老 憨憨版知道 自己的实力远不如陶杰 哪怕陷阱了自己的命 也不可能咒死陶杰 所以 他退而求其次 只是诅咒陶杰 耳鸣兄们 他用自己的生命 给陶杰加了一个 debuff 这个debuff的持续时间 不会很长 但 憨憨版觉得 应该够用了 他转过头 看向冷酷版 露出了憨笑 他的身体化为点点魔力 在天空中飘散 削落 冷酷版 眼眸低垂 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不出来吗 冷酷版低声呢难道 看来憨憨版说的没错 你是真的要等我们全死了之后 才会出现了 呵呵 呵呵 那我也最后再帮你一次吧 削落 冷酷版 抬起头 目光锁定了刀阵之中的陶杰 我献祭我的生命 诅咒你 头晕引化 话音落下 冷酷版的身体 如冰块般破碎 魔力飞速从他的体内 飘散出来 啊 陶杰双眼一黑 再次睁眼的时候 已经被砍了两百多刀 找死 他怒吼一声 长边横扫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什么状况 但只要把这些黑衣人 全部抽死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话说回来 这些黑衣人的实力 是真的强啊 竟然能拖住我这么久 劈啪 长边如鬼魅一般 突然抽在了削落 热情版的身上 将他抽得支离破碎 热情版却不慌不忙 大笑道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上吐下线 劈啪 又是一边 这次中招的是削落 rap版 哟 除暴安良 你说我的高启强 rap版来了一句rap 随后正经地说道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软弱无力 黑衣人一个又一个 被陶杰杀死 但他们都在死之前 对陶杰发起了 以生命为媒介的诅咒 很快 陶杰就被各种 debuff缠身 实力大将 与此同时 在海商城的 某个地下水井之中 一个没有感情的男人 缓缓睁开了双眼 第658章 莫得感情的杀戮机器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一个又一个分身死去 一个又一个诅咒 施加在陶杰的身上 你们只是别人的分身 你们有个屁的生命 陶杰怒骂一声 手中的长鞭乱舞 抽死一个又一个 黑衣人 你们根本就不是生灵 哪有生命可以陷阱 你们的诅咒 对我来说毫无作用 扑 说话间 陶杰感觉喉肩一阵甘甜 一口鲜血 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那你现在吐血 又如何解释呢 削落 冷静版 平静地开口 现在的你 头晕眼花 耳鸣胸闷 上吐下陷 软弱无力 这说明 我们的诅咒 都已经生效了 这说明 我们就是真实的生灵 这说明 我们就是独立的人类 哪怕我们并不完整 哪怕我们的情感十分单一 削落 冷静版 环顾四周 其他的分身 都已经死了 整个战场 就只剩下他和陶杰两人 正如热情之前所说的那样 在死之前 我们可以 作为一个独立的 真实的人 去感受这个世界 也挺好的 长边来袭 冷静版面色平静地 接受着即将来临的死亡 他微微张嘴 轻声道 我用我的生命 诅咒你 天人武帅 啪 冷静版的身体被抽得支离破碎 陶杰的身体也出现了诡异的情况 他的头发脱落 夜下流汗 身体发臭 衣着尘埃 坐立不安 头发 一拖头发飘向远处 陶杰赶紧伸手抓住 正正地看着他 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头发可以被斩断 可以被烧焦 可以被拔掉 但绝对不可能自然掉落 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 或许 他离死不远了 不可能 这群弱小的东西 不可能咒死我 陶杰很快就平复了心境 他体内的魔力轮转 迸发出蓬勃的生机 这些生命的气息 涌入陶杰的经脉 血肉 细胞之中 让他再次充满了活力 他不再满身大汗 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 就连身上的灰尘和恶臭 也一起离他远去 但陶杰的内心深处 还是有一丝丝的后怕 若是黑衣大侠是 四十五级的实力 他还真有可能被这群分身给咒死 用生命诅咒他人 好恶毒的手段 陶杰低声喃喃道 可惜 你们咒不死我 其实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想过 要咒死你 一个无喜无悲 没有感情的声音 在陶杰耳边响起 陶杰眉头微醋 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个黑衣人 手持 七星雷鸣 在虚空中踏步 很快来到了陶杰身前 哦 想来 你就是黑衣大侠本人了 对吧 陶杰似笑非笑地看着肖落 终于敢以本体见人了 四十四级巅峰吗 呵呵 我明白了 你的那些分身 只是想削弱我的实力 好让你有机会能战胜我吧 可惜啊 就算我身负各种诅咒 你这种废物 也不可能赢得了我 永远也不可能 面对陶杰的言语嘲讽 肖落无喜无悲 他只是平静地 淡定地 默默地挥出了一刀 断海 他身前的空间被一刀斩碎 透过那些破碎的缝隙 隐约还能看见点点星空 这随手一刀 惊恐不如斯 但陶杰冷笑一声 全力挥出一边 选择与肖落正面硬拼 鞭子锁过之处 空间同样破碎 并且碎得更加彻底 谁的攻势更加凌厉 一目了然 肖落见状 平静地补上了一刀 开山 两道刀光成X形 交叉斩出 挡下了陶杰的这一边 这一幕让陶杰都愣了片刻 随后发自内心地夸赞了一句 厉害 那可是他的全力一边 换一个别的44级强者过来 这一边都给能他抽成渣渣 不说44级强者 换一个刚晋升的45级强者 比如半年前才突破的 燕家家主燕双鹰 他都不一定有把握 能应接这一边 这黑衣大侠 确实厉害 怕是在天选者之中 也是佼佼者 今日让南风跑了 属实可惜 陶杰略显遗憾地摇摇头 随后便一脸冷笑地盯着萧落 但能杀掉你 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场边闪烁着七彩光芒 陶杰运转全身魔力 又是狠狠一边抽去 萧落的面色无喜无悲 持刀迎战 他要以44级的实力 战胜45级的陶杰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大棉袄 站在海商城20公里之外的山峰上 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以及一个一袭红衣的大美人 小南 你刚才怎么不来帮我 老哥我差点被人抽死 南风端着激光炮 借助炮身上的背径 观看着海商城外的战斗 小南蹲在地上 在雪地里写字 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准备出手来着 但削落动作比我快 帮你挡了一遍 早在三天前 南风的侦察机就发现 陈骁去了一趟陶家 他当时就猜到了 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所以早早地就把小南给叫过来了 小南还把他新收的座骑 火童也给带了过来 这三天时间 小南和火童一直都待在这里 随时准备出手 但让南风奇怪的是 刚才他和陶杰在城里打了半天 小南和火童却一直没有过来帮忙 他本以为小南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出城之后 第一时间飞到了这座山峰 等他赶到之后 竟然发现 小南和火童在雪地上下 五 此 骑 真是能把人气死 小南 你为什么不就削弱 南风看着小南 语气有些不好 那些都是分身 没必要救呀 小南漫不经心地答道 可是你知不知道 每失去一个分身 削弱就会失去一种情或欲 南风深吸了两口气 让自己尽量冷静一些 现在 分身已经全部死光 他已经变成一个 莫得感情的杀戮机器了 谁告诉你的 嗯 告诉我什么 小南眨巴眨巴眼睛 声音清脆 谁告诉你 分身死了 削弱就会变得没有感情 第六百五十九章 你们不要再打了 啊 谁告诉我的 让我想想 南风思索了片刻 不确定地说道 好像是 冷静版 还是憨憨版 记不清了 反正是削弱的某个分身说的 那是他们的认知出了问题 小南开口 想要彻底斩断七情六欲 哪有那么容易 就连已经踏足过巅峰的索亚娜 依然保留着人性 削弱才四十五级 又怎能做到这一步 你的意思是 南风眼前一亮 那些分身死了也没关系 他们并不会影响到削弱 小南想了想 严谨地说道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损失魔力 受点内伤啥的 那就好 等等 好像还是有哪里不对 南风指着海商城的方向 皱眉询问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 这个削弱明显就是一个莫得感情的杀手啊 我不是说了吗 是他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他只是自认为 自己斩断了七情六欲 相当于在自我催眠 小南拍了拍小胸脯 自信地说道 老哥 你就相信我吧 真正没有七情六欲的人 对世间万物都不会有任何兴趣 又怎么会出来与陶结一战呢 你说是吧 小伙计 一直在旁边没有说话的伙同 点头表示同意 他想了想 还感慨道 我们凶兽不断修炼 就是期盼着能开启灵智 拥有各种情感 但你们人类 却想要将其斩断 与之彻底割舍 真是难以理解 剑小南河伙同这么说 南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难怪萧落还卡在四十四级 原来真是走错路了 不过 他现在这种没有感情的状态 确实很强啊 完全不弱于四十五级的陶结 不知道这一战 最终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他通过背镜 继续观察着战场中的情况 海商城外 身负各种诅咒的陶结 压力很大 眼前这个四十四级的天选者 真是强到离谱了 攻势凛冽不说 防守也密不透风 堪称急攻防御一体的大乘者 想要打中他一鞭子 简直难如登天 先迈个破绽 和他以伤换伤 再以此为突破口击败他 陶结这样想着 突然伸手捂住心脏 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 斩龙 萧落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 抬手就是一刀 陶结嘴角一扬 没有防御 而是直接一鞭子抽向萧落 如果双方都受了伤 那对陶结来说 会更有优势 因为他的实力强 肉体强 恢复能力也强 他硬抗萧落一刀 无伤大雅 但萧落硬接他一边 那就得皮开肉绽 屁股开花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进攻中的萧落 还有余力防守 定神 他反手一刀 架住长边 短刀与长边刚一接触 陶结就感觉到 身体无法动弹 不好 他脸色一沉 立马挣脱了控制 但萧落先前展出的那道刀光 竟以诡异的角度反转回来 切开了陶结的两根肋骨 嗯 陶结们哼一声 体内魔力涌动 断裂的肋骨 很快就恢复如初 但他的老脸 却是有些挂不住了 45级打44级 还被44级的 先砍了一刀 这特默地说出去 还不被同级的强者笑死 劈啪 劈啪 陶结脸色发狠 手中的长边连抽 今天 他是一定要抽死萧落 绝不能 让这件事传出去 但无论他的攻击有多快 角度有多刁钻 力量有多狠 萧落总是能完美地将其格挡下来 防御的滴水不漏 山峰上 观战的南风倒吸一口冷气 真的假的 萧落竟然这么厉害 南风疑惑到 陶结的有些攻击 快得我都看不清 萧落竟然能全挡下来了 他怎么做到的 绝对专注 小南还没说话 伙同率先开口道 现在的他 心无杂念 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全都被他屏蔽了 有点类似于绝对专注状态 但似乎比绝对专注 还要更厉害一些 小南点点头 补充道 这种状态下 他能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 而且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不会出现失误 这就有点厉害了呀 南风扎扎嘴 两个实力差不多的人交手 一方想要获胜 就得抓住另一方的失误 若是其中一方 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那他就几乎 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然 这里有个前提 那就是 双方的实力差不多 若是双方实力 有明显的差距的话 陶齐 陈骁 速来助我 海商城外 陶杰怒吓一声 他的话音刚落 两个人影 瞬间从城内飞出 不 不止两个 在这两人身后 还有十几个海商城的强者 他们全都是四十级以上的强者 原本势均力敌的局面 瞬间发生了变化 陶杰竟是舍弃了脸皮 要用人海战术 击败萧落 哼 这小子状态有点古怪 想要杀他 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陶杰冷声道 我还要去追捕南风 没时间 跟他在这里耗着 你们帮我一起 迅速解决他 身后 一众海商城强者 齐声应道 遵命 说说说 一时间 十几道攻击 从四面八方 席向削弱 削弱的表情没有变化 依旧无喜无悲 他飞快地挥舞着短刀 挡下一道道攻击 但他的身体上 还是出现了好几道伤口 不过若是细心点 就会发现 这些伤都是皮外伤 不会影响到削弱的战斗力 山峰上 南风难难道 优先格挡致命伤 这有点类似于我的五颖步 五颖步 这个神迹 南风已经很长时间没用过了 甚至连自带 无影步 等那件装备 南风都不知道 放在背包的哪个角落里去了 现在的他 十公里外就能枪枪爆头 无影步 这个更适合近战的技能 他真是用不上 这个陶杰真是不要避脸啊 竟然使用人海战术 小南 我去混点经验 你帮我压阵 这次可不要下五子棋了 不等小南回话 南风就展开 恶魔之意 急速靠近战场 他手中的激光炮 发射出一道淡蓝色的光柱 一枪便秒杀了一名四十一级的强者 四十一级也来凑热闹 你是不是没死过 南风冷笑一声 再次扣动扳机 秀 又是一名四十三级的强者 被爆头 但这个家伙的生命力 明显更加强横一些 脑袋被打爆了一半 都还没死 他惊慌失措地 往海上城内飞去 想要回家找妈妈 可惜 南风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他补上了一枪 从背后打穿了四十三级强者的心脏 南风 你还没走 陶姐的目光 看向南风所在的方向 冷声道 你不乖乖逃命 还回来干什么 南风笑呵呵地开口 我回来劝劝架 怎么了 我南某人这辈子 最看不得别人打裙架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第六百六十章 你要敢动一下 我就嫩死你 劝架是劝不住的 南风叫他们停手 他们就会停手吗 很明显 不可能 这些海上城的强者 才不会听南风的话 所以 南风只能换一种方式 来阻止这场大战 那就是把他们全杀了 同样的想法 也出现在陶杰的脑海中 他倾笑着开口 你们拦住黑衣大侠 我先把南风杀了 再回来解决他 对他来说 杀掉南风 比杀掉萧洛功劳更大 而且相比起来 南风的实力 明显不如萧洛 杀起来更加轻松 刷 陶杰身影一闪 就向着南风急速冲去 刷 萧洛身影一闪 就拦在了陶杰身前 刷 南风身影一闪 就对着44级的大惊艳 包陈骁杀了过去 RPG 南风率先动手 他将火箭筒扛在肩上 一炮轰出 对陈骁来说 炮弹的速度 还是慢了一些 他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闪身 就躲了过去 但在他身后的海上城强者 反应可没有这么快 哄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直接炸残了三名强者 大胆 竟敢伤我海上城的人 受死 海上城城主 陶骑娇贺一声 持剑杀了过来 陈骁健壮 也不再浑水摸鱼 和陶骑一左一右 夹急南风 远处 陶杰也准备包过来 但萧洛却死死地拦住了他 你的对手是我 萧洛平静地开口 你也配 陶杰冷笑一声 若不是那些诅咒 影响了我的实力 你真以为你能与我僵持这么久 现在 诅咒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弱了 我要杀你 和杀鸡一样简单 说着 陶杰长边一舞 再战萧洛 这一次 萧洛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倍增 诅咒的效果在逐渐减弱 陶杰的力量 速度 反应能力 都在慢慢回到巅峰 不用想也知道 继续打下去 萧洛必败无疑 只能坚持二分十三秒 萧洛的思绪如电 瞬间就知道了这一战的结果 二分十三秒之后 我会败 不过 即使知道了自己一定会输 也完全没有影响到 萧洛现在的状态 他依旧无比的冷静 专注 沉稳 抵挡着每一次攻击 并能精准地抓住陶杰出现的 每一次微小失误 进行凌厉的反击 可是 无论他再怎么厉害 依然无法改变这一战的结果 44级和45级的差距 太大了 哪怕他是天选者 也无法逾越这道鸿沟 两分钟后 萧洛绝对专注的状态 出现了一丝破绽 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杂念 赢不了了 只有突破45级 才有可能翻盘 可是 我为什么无法突破45级 我放弃了一切感情 并弃了一切杂念 并挑战了一名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 还寻求突破 可是我 为什么还是无法突破45级 仅仅是一个念头的时间 陶杰就抓住了机会 狠狠一边抽在萧洛的背上 啪 皮开肉绽 伤口深刻剑骨 好痛 萧洛闷哼了一声 这一边 彻底抽碎了 他的绝对专注状态 大量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深处响起 饿了 卑鄙小人 下手竟然如此之狠 我要一刀砍死他 结结结 一刀砍死太便宜他了 应该要千刀万剐 冷静 我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撤退 左边那一边是杨弓 真正的攻击来自身后 转身 提刀 格挡 竟敢打我 啊 我他妈跟你拼了 乱七八糟的声音 充斥着削弱的大脑 让他分神 在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中 分神无疑是致命的 不到一秒的时间 他身上就又被抽了七八遍 血肉模糊 哼 那种奇怪的状态结束了 我看你现在还拿什么赢我 陶杰大笑起来 混元一刀斩 肖弱对着陶杰猛地挥出一刀 也不管中眉中 立马抽身暴退数千米 随后他双手抱着头 咬牙切齿 从牙缝中挤出几个阴结 你们 都滚了 就是因为你们 害得我分神了 就是因为你们 害得我要死了 就是因为你们 害得我始终无法突破 肖弱恨死了脑海中 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为什么他的脑海中 始终有这些烦人的声音呢 为什么他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呢 给我死 陶杰急速追来 对着肖弱当头就是一边 这一边 他用了全力 他要将已经没了半条命的肖弱 彻底抽死 看着这袭来的一边 肖弱的瞳孔猛缩 这种即将死亡的感觉 好熟悉 他好像已经体验过三十一次了 为什么 我能感受到分身死前的感受 我不是已经将他们彻底斩断了吗 他们 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生灵了吗 肖弱的大脑一片混乱 但他知道 他可能永远无法得到 这些问题的答案了 因为 他马上就要死了 哈哈 死不了 突然 南风的声音 在肖弱的耳边响起 他刚好挡在鞭子袭来的路径上 这威力十足的一边 竟是被他用肉身抗了下来 噗 一口鲜血喷出 南风的身上 出现了一阵奇光异彩 那件破破烂烂的大棉袄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充满裂痕的龙银战甲 你 肖弱正在原地 我大概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南风无视了陶杰 回过头咧嘴笑道 你是因为脑海中的想法太多 念头太多 所以太烦了 对吧 但我们是人类啊 人类本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生灵 我们思绪万千 我们浮想联翩 我们就是要每时每刻 在千奇百怪念头之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之前的状态不对 摒弃一切杂念 只剩下单一的念头 那和机器有什么区别 那种状态 固然能让你发挥出百分之一百的实力 但也只能让你发挥出百分之一百的实力 我们的念头快过光速 可以神游宇宙 畅想古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念沙纳 一念永恒 去认真聆听那些声音吧 肖弱 那才是你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那才是真正的你 我相信真正的你 是可以发挥出百分之二百的实力的 肖弱正正地看着南风 两久 他深吸一口气 闭上双眼 进入了某种奇妙的状态 终于抢救回来了 眉白挨着一边 南风在心中暗倒 他将脑袋转回来 吐出一口鲜血 看向陶杰 此时的陶杰面色凝重 一副坐如针毡 想跑又不敢跑的样子 因为在他的左右两边 各有一人 左边的是一位红衣美人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妥妥的四十五级强者 右边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甚至更强于四十五级强者 我跟你说 小男嘴里含着几块五彩斑斓的石头 口齿不清地开口说道 你要敢动一下 我就更死你 安德斯丹 第六百六十一章 天亮了 你们是什么人 陶杰静怡地看着小男和火童 在陨日帝国境内 竟然还有陶杰不认识的四十五级强者 这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火童轻哼一声 语气不善 给你点小提示吧 老娘名叫火童 火童 陶杰文言 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遍火童 火童 红衣 脾气暴躁 还有这空气中躁动不安的火元素 突然 陶杰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惊声道 你是远古之森九大霸主之一的神炎皇 火童 在刚化人形的时候 火童曾在陨日帝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他是稍微遇到一点不爽的事情 就放火烧成 走到哪儿烧到哪儿 令帝国高层十分愤怒 奈何火童的实力很强 速度又快 当时的帝尊组织了好多次抓捕 都没能带住火童 反倒是沿途的城市被烧了好几座 使得帝国损失惨重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火童突然间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很多人都以为火童已经死了 但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火童只是回到了森林深处罢了 是什么风 把姑奶奶给吹出来了 知道了火童的身份 陶杰立马陪笑着说道 不是陶杰太耸 而是火童的实力太强 这可是远古之森的九大霸主之一呀 凶兽中的超级凶兽 千年前就已经达到45级的恐怖存在 虽然同为45级 但陶杰怀疑对方一巴掌就能拍死自己 什么风 当然是南风呀 火童倾笑着开口 一边说着 还一边对着南风抛了个媚眼 但南风正在专心地处理伤口 根本没看见 这位姑奶奶竟然是南风的帮手 这下糟了 得想个办法逃离此处才行 陶杰眼珠转动 在内心之中盘算着该如何逃出生天 想要活命 很简单的 小南猜到了陶杰心中的想法 笑嘻嘻地开口道 只要你能打赢黑衣大侠 我就放你一马 打赢黑衣大侠 陶杰转过头 看向盘腿坐在空中的削弱 疑惑道 这位小姑娘 你确定 一个小小的黑衣大侠 他陶杰还不是手到擒来 小南点头 确定啊 他的顿悟状态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只要能赢了他 我就放你走 在场几人闻言 都将目光看向削弱 削弱的气息 在急速攀升 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 他马上就要突破到四十五级了 终于 南城即将要有一位 属于自己的四十五级强者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削弱的气息突然一顿 然后又急速降了回去 他缓缓睁开双眼 平静地看着众人 南风感觉有些缺氧 赶紧深吸了两口气 有的时候 我真的是需要一个氧气瓶 你是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突破到一半 还能特么降回去 削弱轻轻摇头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 我是主动将等级压在四十四级的 想要突破 随时都能突破 南风一愣 那你压制等级干嘛 等等 难道你是想 南风若有所思地 看向另一边的陶杰 是的 我是想知道 四十四级的我 到底能不能战胜他 削弱抽出 七星雷鸣 缓缓飞向陶杰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真正的我 可以发挥出百分之二百的实力 摒弃一切杂念 绝对专注状态下的削弱 无法战胜陶杰 那么 接受所有念头 找回真正自我的削弱 能战胜陶杰吗 南风 小南 火同三人 立马暴退了好几公里 将战场留给肖弱和陶杰 至于其他人 之前在肖弱和陶杰大战的两分钟时间里 城主陶杰已经被喷子喷成了筛子 陈肖被轰烂了一条腿 逃走了 其他的小卡拉米 死的死 伤的伤 这处战场 现在只剩下陶杰一个海商城的人 或许是见陶杰孤身一人 实在是太可怜 小南举起小拳头 给他加油打气 加油哦 只要打赢了黑衣大侠 我就会放你走的 战场中心 陶杰环顾四周 脸色极差 跑是跑不掉的 他的速度不可能比火同还要快 那就只能打了 只要打赢黑衣大侠 我就还有一线生机 陶杰的眼底 浮现出一抹很辣之色 若是 你突破四十五级 我还真不一定能赢你 陶杰冷笑道 可惜你太自大了 竟然想以四十四级的实力战胜我 你真是蠢得可以 我只是想试试自己的极限罢了 小洛平静地开口道 顺便提醒你一句 就算赢了我 他们也不会让你走的 你死定了 你 陶杰脸色一黑 心境发生了一丝变化 是啊 就算赢了黑衣大侠 他们就会放我走吗 肖落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时机 一刀斩出 破误 一刀 空间破碎 双方再次站在一起 好啊好啊 开打之前先攻心 这才对吗 观战的南风笑着拍手道 换做刚才那种绝对专注的肖落 肯定不会耍这种小手段 小南点头道 绝对专注 只能保住下线 让他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就如同一个精密的机器一般 但活生生的生灵 并不是机器 生灵是可以超常发挥的 南风 对 我听 BM 过 LE 没有丝毫留守 战斗中 肖落突然开口道 在割舍掉分身的那段时间 我领悟了六招刀计 前四刀为 开山 断海 破雾 斩龙 第六刀为 定神 这些你都已经领教过了 现在 让你见识一下第五刀 说着 肖落猛然后退 和陶杰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将 七星雷鸣 横举 遮挡住自己的双眼 轻轻开口道 摇光 他的刀 划开了天空 漆黑的云层 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有光从天外洒下 轻抚着大地 温暖又柔和 观战的南风 正正地望着天空 尼南道 天 天亮了 第六百六十二章 肖是八刀 天亮了 南风仰起头 正正地看着天空 那漆黑的夜空 被肖落展开了一道口子 柔和的光芒 穿过这条缝隙 洒在了大地上 一开始 南风以为 这只是肖落的技能 他还在心里嘀咕呢 这一刀 未免也太帅了点 但紧接着 他看见肖落 有些发猛的表情 立马意识到 这光芒根本不是什么技能 他就是阳光 时隔数月 温暖的阳光 再一次照耀在原始世界 而这 只是因为 肖落对着天空 劈了一刀 怎么可能 南风难以置信地 尼南道 难道肖落这一刀 连同外太空的那具尸体 都给劈开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天外 发生了什么变故 战场中心 这突如其来的阳光 把陶杰给震住了 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陷入 长达数月的黑暗之中 陶杰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他大概也能猜得到 原因肯定在九天之外 眼前这个天选者 竟然能一刀 斩到九天之外 不仅如此 他还斩碎了这场 困惑了无数人的黑暗 为原始世界 重新带来了光明 难道这就是 神迹吗 陶杰正在原地 满脸的不敢相信 满目创意的海商城内 那些还活着的人们 都仰起了头 看着这熟悉 又陌生的阳光 感觉已经好多年 没有见过阳光了 我看得很清楚 是黑衣大侠一刀切开了天空 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真好 我们的世界 终于不再是一片漆黑 它是光明大侠 天上厚厚的云层 向两边散去 越来越多的光芒 撒在大地上 天 真的亮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肖落 他正在呆呆地望着天空 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 卧槽 我这一刀这么掉 但这个想法 只是转瞬即逝 肖落知道 他这一刀 只是展开了厚厚的云层而已 至于天为什么会亮 肖落也不知道 肖落 别发呆了 南风沉声道 速战速决 打完赶紧回家 南风不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他想要赶紧回到南城 也不知道 外太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龙无敌已经飞出去了很长时间 天亮了 会不会跟他有关系 好 肖落默默点头 目光从天空转移到陶杰的脸上 平静开口 在绝对专注期间 我总共领悟了六刀 但很明显 这六刀无法赢你 还好 在我找回真实的自己时 我又领悟了两刀 总共八刀 我将其称为肖是八刀 若你现在还能接下我这八刀 我就放你离开 绝不食言 说吧 肖落也不给陶杰反应的时间 以雷霆之势 斩出了前六刀 这六刀 陶杰在之前的战斗中 已经见识过了 很轻松地挡了下来 但接下来的第七刀 才是杀招 刹那 肖落轻声开口 他手中的七星雷鸣 都还没有举起来 刀器就已经展向了陶杰的身体 这一刀 在刹那间完成 太快了 快到陶杰的胸膛 被切开极长一道伤口 他才反应过来 好快的刀 不过这一刀 还不足以要我的命 陶杰咬着牙 冷笑道 还剩最后一刀 若是我能接下 希望你们不要食言 肖落笑道 放心 我说话算话 说着 他的最后一刀轻飘飘地展出 永恒 开山 断海 破雾 斩龙 遥光 定神 刹那 永恒 这就是肖是八刀 这永恒一刀看似很慢 实则 也确实不快 陶杰在心中暗笑 本以为这第八刀 是最为凶险的一刀 没想到 这是最没有威胁的一刀 他抬起手 准备一鞭子 将刀器抽碎 但他却惊讶地发现 他的动作 也很慢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我动不了了 抬手啊 抬手啊 云起云落 日月变迁 等陶杰抬起手时 时间似乎已经过去了几万年 等到他准备挥鞭时 时间似乎又过去了几万年 等到鞭子抽碎刀器时 时间似乎再次过去了几万年 就如这一刀的名字一样 他斩向了永恒 啪 终于 刀光破碎 一切还是原样 没有任何变化 从削落出刀 再到陶杰抽碎刀器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陶杰依然正直壮年 但他的心 却是经历了无尽的孤寂 变得无比苍老 这种感觉 就好像活了数万年的老年陶杰 重生到了这具年轻的身体里 这数万年时间 他不能说话不能动 只能不断地胡思乱想 他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那股心气 他早已迷失在了永恒之中 他的气息迅速跌落 很快就降到了44级 43级 42级 他的目光变得浑浊 他的身体变得苍老 他吐出一口鲜血 直挺挺地从空中跌落 掉进了那道深不见底的地方之中 不知生死 天空中 削落沉默了许久 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 我真的能以44级的实力 战胜45级的强者 他的气息瞬间攀升 一举突破了45级 继龙无敌之后 第二个45级的天选者 诞生了 啪啪啪 远处 南风和小南热烈的鼓起掌来 消失八刀 牛啊牛啊 火通的眼底 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那永恒一刀 让他有些发出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这一刀斩的是什么 这种未知的攻击 才最让人畏惧 你为什么不鼓掌 是因为不高兴吗 南风突然目光灼灼地盯着火铜 火铜一愣 连忙啪啪鼓掌 呸笑道 哈哈 牛啊牛啊 这还差不多 南风点点头 看向肖落 这里的事情算是结束了 走吧肖落 我们回南城 肖落低下头 看着破碎不堪的海商城 沉默了一会儿 片刻后他才缓缓开口 你们先回去吧 这边的人 现在应该挺需要我的 南风还想说些什么 肖落先他一步开口道 等我安顿好这群平民 我就会回去 放心 那 好吧 那我先回去 南风也不啰嗦 直接掏出传送阵 就传送回去了 小南则是骑着火铜飞回去 他还准备在路过黑鸭城的时候 顺走两桶奶茶 迷雾之中 南城 这里的天空 依旧被厚厚的云层笼罩着 看不见一丝阳光 南风见状 抬起激光炮 对着云层疯狂地扣动扳机 男神在干嘛 月牙天冲 咦 你们看天上 好像 我好像看见光了 卧槽 男神把天都打破了 但蓝色的光柱 将云层轰出密密麻麻的孔洞 一缕缕温暖的阳光 透过这些缝隙 洒在南城之中 南城的天 亮了 第663章 龙历元年 兄弟们 天亮了 太阳出来落位 喜阳阳哦 你这唱得不行 等我给你act一个唱得好的 在南风对着云层一通扫射之后 其他天选者也有样学样 纷纷出手 将头顶的乌云驱散 很快 曙光就刺破了黑暗 整个世界 再次恢复了光明 南城之中 南风收起了激光炮 看向周围 苏泽然 黄元明 乌元生等人 都已经聚集了过来 牛巴雅男神 你怎么做到的 黄元明惊叹道 如果你指的是 天为什么会亮 那我也不知道 随口回答了一下 黄元明的问题 南风就看向苏泽然 龙无敌回来了吗 苏泽然摇头 表示不知道 男神 这种事情 你应该问我 我知道 黄元明插嘴道 龙无敌在半个小时前回来的 他现在就在城外 南风疑惑 在我们城外 他为什么不进来 是因为射恐吗 神特么射恐 黄元明无语 他在城外和那条大蚯蚓切磋呢 大蚯蚓 南风略一思索 想起来了 在他出门寻找削弱期间 小南好像是抓了一条大蟒蛇回来来着 龙无敌一回来 就去跟大蟒蛇切磋 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也遇到瓶颈期了 需要战斗才能突破 你们处理 一下城里的积雪 我去找龙无敌 南风留下这句话 休得一下飞出了南城 黄泉鬼娇 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真是倒了大霉了 他先是经历了千难万险 进入了迷雾之中 本想着吃他千八百个天选者 好好提升一番实力 没想到一进来 就遇到了老对头火童 遇到火童没什么 大不了分他一半天选者 自己少吃一点呗 谁知道 火童竟然是个吃里扒外的寿奸 他找来一个会玩火的小女孩 狠狠地揍了 黄泉鬼娇 一顿 并且还把他当坐骑给收了 他堂堂四十五级超级凶兽 竟然成为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的坐骑 也罢 这小女孩看着小 但实力确实强的离谱 给他当坐骑也不算有辱身份 可最让 黄泉鬼娇 受不了的是 小男自己骑他就算了 他竟然还邀请一群小学生一起骑他 你能想象 一条大娇身上坐满了小学生 绕着南城转圈圈的场景吗 简直就是游乐场里的观光车 黄泉鬼娇 心里苦啊 但他不敢说 他只能默默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等待机会逃离这里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三天前 小男骑着火铜飞出了迷雾 黄泉鬼娇 本以为他们只是出门玩去了 很快就会回来 所以也没有动逃跑的心思 但没想到 他们一去就是三天 黄泉鬼娇 这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绝佳的逃跑机会 可是就这样跑了 这段时间的屈辱 岂不是白兽了 所以 黄泉鬼娇 眼中凶光一闪 准备先吃他十万八万个天选者 再跑 但这个想法刚出现在脑海中 天上就掉下来一个 气宇轩昂的男人 朋友 你低眼神不对头 那男人面带微笑 飞到 黄泉鬼娇 的身边 一拳砸在他的舌头上 那么大的舌头 直接被砸进了雪地之中 砸出了那么大的一个坑 黄泉鬼娇 承认 这一拳 把他肝猛圈了 他趴在雪地里 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等南风飞到这里时 只看见龙无敌神情平静 盘腿坐在舌头上调整气息 龙兄 你还真在这儿? 南风收起 我用了快一半的魔力 却只飞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 继续往前飞 我肯定会死在外太空 我只能先回来 再想办法 南风耸了耸肩 倒是觉得没太大所谓 飞不到就飞不到吧 反正现在天都已经亮了 温度也在慢慢回暖 最困扰我们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说到这里 南风又有一个疑惑产生 既然不是你推开的尸体 那这天为什么亮了呢? 难道是帝尊推开的? 不是帝尊 龙无敌嘴角上扬 笑道 我在外太空见过他 他就在我前面飞 速度比我快很多 但我们距离尸体太远了 算算时间 他应该还没到 就算到了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把尸体推开 那具尸体就是自然飘走的 那具宛若星球般的巨大尸体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一直遮挡在原始世界 和太阳的中间 南风等人一直以为 那具尸体和原始世界的 运行轨迹相同 才会一直遮挡住太阳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最开始是尸体的头 挡住了阳光 后来是尸体的身子 挡住了阳光 其实那具尸体 一直都在往远处飘去 只不过它太过于庞大 才会连续遮挡住 好几个月的太阳 从始至终 它的运行轨迹 都和原始世界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 听完龙无敌的解释 南风默默地点了点头 所以 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 太阳也会在今天 重新降临大地 就算没有拯救世界的 超级英雄 世界也不会爆炸 是的 在宇宙星空面前 我们还是太过于渺小了 所以我们啊 还是要抓紧时间 提升实力才行 龙无敌抬头 看着天上的曙光 难难道 不过 寒冬消去 春回大地 今天 是个值得休息的一天 休息 放假 冬去春来 南风突然间灵光一闪 兴奋地开口 龙兄 我们可以重新制定一个立法 作为龙国人 这个立法 理所应当的 应该被称之为龙历 今日冬去春来 劳累了一整个寒冬的人们 正好需要休息 所以 今天就是龙历一月一日 春节 龙无敌笑了起来 龙历 龙历 尿啊尿啊 两人谈笑间 龙历就此诞生 今日就是 龙历元年 一月一日 春节 第664章 正月初一 春节 龙历元年 正月初一 春节 对于 龙历 这个提议 龙国人都表示强烈的支持 南城和龙城之中 家家户户都在张灯结彩 做年夜饭 欢声笑语 充斥着整个城市 南城 街道上 十几个小屁孩 在雪地里欢快地奔跑 他们刚从龙城回来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大盒子 兴奋地聊这些什么 过年了 放鞭炮了 子萱 今晚吃过年夜饭之后 我们一起放烟花呀 你错了子萱 理论上来说 年夜饭指的是昨晚那顿饭 嗨 谁知道昨晚是除夕夜啊 就连今天这个春节 也是半天前刚定下来的呢 说的也是 这群小屁孩欢笑着 从小南 火童和黄元明旁边跑了过去 年夜饭 这是什么 火童疑惑地开口 年夜饭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小南十分失望地摇了摇头 黄元明 你来告诉他 黄元明侃侃而谈 所谓的年夜饭 就是除夕夜要吃的饭 火童还是不懂 除夕夜又是什么 黄元明想了想 除夕夜就是过年前一天晚上 火童还是不懂 那过年又是什么呢 过年 过年就是春节 那春节又是什么呢 黄元明自己也解释不太清楚 只能开口道 春节啊 这其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天文地理知识 包括什么公传 自传 一年有365个日夜之类的 你如果实在好奇 我可以带你去龙城 咨询这方面的专家 火童摇头 那倒不用 我就是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吗 你都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都 火童姑娘 要不你今晚来我家吃年夜饭吧 黄元明热心地邀请道 我妈煲的饺子可好吃了 火童 饺子又是什么 这两人一问一答 好像老师和学生 小南听不下去 他们两人的对话了 喝着奶茶 快步走向城主府 南城 城主府大门口 南风面色严峻 深呼吸了许久 终于是将自己的状态 调整至巅峰 比来 南风猛地伸出手 旁边的苏泽然 就递上了一把墨汁饱满的毛笔 说说说 南风大手一挥 鼻走龙蛇 他很快就在城主府的大门两边 写下了一幅春帘 上帘 嘻嘻嘻嘻 下帘 哈哈哈哈 横批 笑口长开 呼 南风缓缓吐出一口悠长的气 开口道 完美 在场为观的众人 我的天 这春帘是人写出来的 世上最没有文化的对联出现了 虽然城主没有文化 但是他自写的 也挺难看 面对众人的调侃 南风的内心毫无波动 这些家伙懂个屁 这幅春帘只需要读上一遍 就能立马让人笑出声来 这还不够吗 他们对我男神的智慧 一无所知啊 老哥老哥 我要放鞭炮 小南从人群之中挤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过了大门两边写的春帘 他下意识地读了一遍 哈哈哈哈 南风健壮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见没 笑了没 这就是男神的智慧 放鞭炮 南风回过神来 询问道 哪有鞭炮 小南 龙城就有啊 我看好多小学生都跑去龙城买鞭炮了 什么 龙城已经能造出鞭炮了 那下一步 岂不是要造火炮 大炮 艰辛炮 南风看了一眼背包里的激光炮 突然感觉压力山大 走 小南 我们去龙城看看 南风带着小南 大步走向龙城 远古之森 在这如同近去一般的森林深处 有九只实力无比强大的凶兽 他们被称之为远古之森的九大霸主 这九大霸主 各自都拥有一片极大的领地 而这些领地 或多或少地挨着森林中心的迷雾 迷雾已经快要散去了 此时 在一座大山上 一只巨型猿猴问声道 在他身后 是密密麻麻的凶兽 有豺狼虎豹 有蛇虫鼠蚁 这些 都是巨型猿猴的小弟 其他八位霸主 都习惯独来独往 只有这只 天文青光源 才热衷于收小弟 他将大量的时间 都花在了管理小弟上 所以理所应当的 他的实力 在九大霸主之中 排名最末 这一直是 天文青光源 心里的疙瘩 作为醉菜的霸主 他如何才能在小弟心里 树立起高大威猛的形象 我必须要提升实力 天文青光源 这样想着 而他提升实力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 去迷雾之中吃天选者 之前迷雾太浓 贸然进入 可能会永远迷失在其中 但现在迷雾淡了 天文青光源 昨天派出了十个小弟进入迷雾 今天有八个安全回来 这说明 迷雾对他们 不再具有威胁 他们可以冲入迷雾之中 大口大口地生吃天选者了 兄弟们 今天 本王带你们杀进迷雾里 吃香的 喝辣的 迷雾里有大量天选者 只要吃上一个 就能暴增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功力 兄弟们能吃多少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天文青光源 转过身 看向身前一眼望不到头的凶兽 瓮声说道 吃 吃 吃 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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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们兴奋不已 发出了响天彻底的欢呼声 他们仿佛已经看见了 他们突破四十五级的那一刻 就是现在 兄弟们 跟我出发 天文青光源 发出一声怒吼 大步冲进迷雾之中 在他身后 数十万只 凶兽嗷嗷乱叫着 跟着冲了进去 偶尔会有一些实力较弱的凶兽 被迷雾传送到未知的地方去 但在数量庞大的兽群面前 少了那么几十几百只凶兽 根本就没有影响 这越来越淡薄的迷雾 无法阻止凶兽们的脚步 第六百六十五章 年夜饭 黄昏 南城 中心广场上 一群小屁孩 正在愉快地放着鞭炮 嘻嘻哈哈的笑声 在广场中回荡 南风和小南 从刚刚去了一趟龙城 买了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回来 准备晚上的时候放 这鞭炮不好玩 威力太小了 小南看着手中的两核黑蜘蛛 不懈地撇撇嘴 威力太大 那就成炸弹了 南风从盒子里拿出一根鞭炮 对小南说道 来 点燃 小南打了个响指 指尖燃起了一缕小火苗 南风将鞭炮凑过去 点燃 然后飞快地插进旁边 一个雪人的鼻子里 碰 那雪人的脸 被炸出了一个窟窿 哈哈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去炸牛粪 真是怀念啊 南风笑道 不远处 一个挂着两行鼻涕的小屁孩 走了过来 他看着被炸坏的雪人 哇地哭出了声 哦 我的雪人 我堆了半天才堆好的雪人 小屁孩一边哭 一边在地上打滚 妈妈 妈妈 我的雪人坏了 南风脸色微变 竟然叫家长 我们快跑 做了坏事的南风 牵着小南 飞快地离开了这里 城主府内 后厨 审判师斩出无影手 将菜板上新鲜的黄牛肉切得 如铲银一般薄 马德 切了一天的菜 就没有人来帮我一下吗 审判抱怨着 手上的动作丝毫没停 天马上就要黑了 他旁边还有两头大黄牛 还没开始切呢 让你切点菜 你嗶嗶赖赖了一整天 徐明嘴里叼着牙签 光着膀子 两手各端着一口大铁锅 疯狂颠锅 他的双脚 还在有节奏的踩着脚下的鼓风机 让灶台中的伙食更旺盛 徐明 老子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 你看我说话了吗 今晚的年夜饭 帅哥群 中的众人决定叫上亲朋好友 聚在城主府一起吃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群里的兄弟姐妹们 早就是一家人了 年夜饭 就是要一家人 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吃 才对味 审判抱怨道 不是 其他人呢 为什么就我们两个在干活啊 徐明开口回答 苏泽然还在上班 吴元生去远古之森 搞新鲜的食材去了 刘大强在砍树 洛哥 还没回家 南风 马德 南风人呢 写了个春连人就不见了 审判大叫 干 我们南城最会偷懒的 就是城主 真想现在就把他抓过来 让他在这里狠狠地切黄牛肉 徐明汉手 你说得对 可是你打不过他 审判阿豪 哎呀 好气 夜色很快降临 城主府内摆了十几桌 每一桌都是满汉全席 南城的一众高层 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们 陆陆续续地上了桌 徐明头上顶着巨盾 盾上放着十几盘一模一样的小丑黄牛肉 从后厨走了出来 让一让 让一让 服务员要上菜了 徐明大声喊着 突然发现挡在前面的人是萧洛 洛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萧洛平静道 刚回来一会儿 徐明冷笑一声 呵呵 等我们忙完了你才回来 真的过分啊 萧洛 徐明 等会儿自罚三杯 萧洛 行 徐明继续上菜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穿梭 很快就发现了南风 南风正带着小南 和他的父母有说有笑 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南风 你终于回来了 徐明假装气愤地走了过去 下午去哪儿潇洒了 兄弟们都在干活 就你啥活都没干 南风一愣 啊 不是 哥们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明明写了一副牛逼轰轰的春联 怎么就啥活都没干了 一旁 南风的母亲夜如霜 眼神中略带责备 南风 你怎么能偷懒呢 你现在是城主了 什么事都要以身作则 知道吗 南风赶忙应道 好嘞 妈 我现在就去后厨帮忙 他站起身来 拦住徐明宽厚的肩膀 冷笑道 走 我去帮你上菜 徐明有些心虚地开口 呃 那倒不用 菜已经上完了 你等会儿自罚三杯吧 说吧 徐明正脱了南风的手 扎进人堆之中 悠然 你今天没干活 等会儿自罚三杯 苏德然 你今天也没干活 等会儿自罚三杯 丑飞红 你今天 徐明在人群中游走 把今天没干活的家伙 统统找了一遍 要求每个人都自罚三杯 那些没干活的 自知理亏 只能答应 南风 准备开饭了 苏泽然突然来到南风旁边 开口道 你作为南城之主 要不要讲两句 南风微微皱眉 还要发言啊 我都没准备发言稿 苏泽然拿出三张 写得满满的纸 递给南风 给你准备好了 去吧 干 这么多字 这得念到什么时候 南风接过发言稿 大概扫视了一眼 便站到了椅子上 嗨嗨 大家看过来 正在聊天的众人 纷纷转过头 看向南风 南风清了清嗓子 拿起发言稿 开始念叨 各位亲朋好友们 我们今天能齐聚一堂 中间太长 懒得念 最后 让我们一起包饺杂 好了 开赛 苏泽然见状 两眼一黑 写了半天发言稿的苏泽然 悄悄地碎了 这一顿年夜饭 在欢声笑语中进行 大家互相串桌敬酒 互相介绍各自的亲朋好友 给其他人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徐明和审判 偷偷摸摸地 来到了城主府外 那两个工科男 刚好驾着马车而来 他们拉来了十几个杯子 这些杯子 每一个都有一米多高 徐明 辛苦你们了 工科男 两个工科男 马德 过年还要加班 加钱 审判 好好好 给你们三倍工资 到时候找苏泽然领 很快 徐明和审判 就将这十几个杯子 搬进了城主府内 眼尖的南风 一眼就看到了 这一米多高的大杯子 他瞪着眼睛 我干 这么大 这一杯 不得装个十斤酒 徐明哈哈大笑道 刚才答应要自罚三杯的 速速上来领酒 南风和肖落对视了一眼 皆是把脑袋埋在了桌子底下 不敢和徐明对视 自罚三杯 这三杯下肚 还不得直接暴涨三十斤 肚子大得像个猪头 谁受得了啊 审判 男神 就你最会偷懒 啥事都不干 你先上来自罚三杯 南风突然被点名 吓得虎躯一阵 但现在万千目光聚焦于他 他继续躲在桌子底下 就不太好了 于是 他缓缓站起身 开口道 什么叫偷懒 这个词用得不好 今天过节 我放两天假 怎么了 凭什么说我偷懒 别忘了 别忘了